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是这样 委员 孤嘉 沿登针对海峡两岸五岛一起调业方案的时候爆玉委员会议有关调业企业延长自8月31日之决议 毕竟布议业 调业期限 因此5月31日之决案 原意 布议案通过 转案台一局搜表决方式调业结果 在訪委員實在於不贊重者其人不贊重獲 委員周泥安的六成金明時提案兩岸 明時提案會議除以散會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上次的會議事務有沒有錯過 請問問問問問問 沒有的話我們事務確定 現在建議討論是否 討論事項 討論所料月文件資料及其檢訟及其後續相關事項 進行競爭議員大陸委員會的經濟報告應備資訊 約束完畢 好 那個 這個我們介紹練習的官員 今天啊 各位手上都有各部會送來的 各部會所參與 那練習的官員關過我們的華民旗王主委 還有機會的林董事長 還有我們這個 內政務部的陳政務事長 那其他 我單位我就 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那個名字 關於我就不介紹 那包括 這個經濟報憲還有經濟部的我們佐治昭堂 這個佐治昭堂 還有我們這個 這個上前要副主委 好 還有 啊 我們的 另外一位副主委 林副主委 好 謝謝 啊 另外國發會 勞動部 交通部 衛福部 文化部 理育部的 教育部的理育所 好 黃包署 農委會 好 還有NCC 金管會 工程會 好 公民交易委員會 保護部 啊 國防部 國安局 台政部的 關稅跟公務 好 行政院的主計 總署 綜合基礎 還有 消防署 資同安全報告室 好 那我們先 我們今天就為了節省各位的時間 我就請這個陸委會跟海基會 還有經濟部 站著部會來跟各位 做 書面 扣口教育資料的報告 好 再來我們先跟王主委 我們今天時間只有到上 好 各位把握時間 好 各位把握時間 好 主席各位委員 很榮幸參加今天的委員會議 向各位委員說明 本會依據委員第一次 決議委員會議決議的事項 準備調閱文件的資料跟檢討 同時也希望當面聽取各位委員的一件 作為後續工作的設計參考 本會在本年5月5日 收到五地法院推行委員會公文 要求本會 文道5日內 將福茂協議相關文件 送到執定處所 陸委會已經按兩岸福茂協議 交易專案消除的決議 在5月12日上午9點前 將相關資料送達 並且指派專人管理文件 進一步保管責任 改善就本會提供的專券 進行檢証的說明 第一 有關 兩岸福茂協議開始談判 直到簽署期間 立次會談 談談談會議業務主管部門會議等 雙方代表新口接受 時間地點期等 會議記錄文本承諾表 我方談判決議案案 雙方藥假內容局立次談判成果等 本會送訪文件 包括兩岸福茂協議 立次業務沟通計要 及兩岸福茂協議立次沟通會議概要 第二 有關各府的機關與協議相關之往來公文 本會送達文件 包括本會發函 授權和機會 就FHO學貨貿易 服貿易的廠商議 與大陸海協會 緊急相關安排與商談 就兩岸兩會第九次高層會談相關之下 與大陸海協會 進行安排與商談 以及就兩岸福茂協議 大陸海協會 進行兩會會談 簽署協議公文 另一包括本會韓服保護等機關機關的資訟文件 第三 針對協議所做的評估研究報告 其中委外辦理則是7月 有所在位置 一陣座 本會送訪的報告 包括本會文博中經院 商演員 和3件 任何营救 這次 針對協議所做的評估研究報告文宣 包含廣告文宣內容 與韓國人 並契約 德標三位 廣告文宣 郭郭 梅尼 郭涮 可 多過秒數 或談出版面 支出 民費 數額 針對協議所辦理 這個說明會 公議會 座談會 包括會議是其地點 兩樣的目標設 辦追獎 參加人數 委辦或是辦 及做委外辦理者 其7月 承辦單位 支出 新費數額 本會 已就 福茂協議所做的 廣告文宣 提供相關資料 有關協議自行委託辦理事相關民意調查 包括婚券內容 婚姻調查結果 辦理日期 支出經費數額 委外則需檢付 7月部分 本會議應提供與福茂界有關的民意調查相關資訊 後續教育委員對於本會簡訊文件的內容 如果有任何問題 本會要配合教育專案小組會議 也請說明 後續也將依調育效果專案的決議來辦理 以上報告請 提供資料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理事 各位先生 大家 早安 大家好 今天請大業內政委員會 工資 就 調業文件及其 簡訊情形 後續 相關事項 來提供 這個報告 自感同性 首先也要感謝 各位委員經常給 我們機會的支持 跟協助 就能夠實力推大了 感謝 選會 以及依照大業內政委員會 海峽兩岸 服務貿易協議 調業專案小組的決議 提供相關的交易文件 按現行兩岸協商的機制 編會 大陸海協會 即行會談協商 都實在政府 作選之下來辦理 第一階段 我們是經過海基海協 兩會聯繫後 有議題的管機關官員 直接就專業議題 進行 對付貨通 等到雙方 對於協議的 專案性內容 達成支付共識以後 來進入第二階段 提交 典會 跟海協會 就政策面 來進一步協商 以及協任 第三階段 是 就兩岸 那麼 負責人 兩會負責人 可會談 來簽署協議 依據 專業小組 調異文件內容 辦理 及現行兩岸協商機制 編會提供 是 無貿易協議 開始判判 到簽署期間 第一次 會談 有關業務溝通 兩會副董事長 成期 台北 一個 意外性的 那麼 偷商 以及 這個 兩岸 兩會 都成 第九次會談 那麼 編會自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有關 簡稱編編會與大陸海協會 那麼 就 102年6月21號 先時的 海峽兩岸 國貿易協議 文本 什麼 銀本等等 相關文件 提供專業小組成員來 調異 其以 調異文件內容 不是 編會 嚴厲辦理的事項 則是由 各相關 義務資本機關 來提供文件 提供 打異 謝謝 那麼 編會 在 這個 本年 5月6號 上午8時 有文切副 大院 內政委員會 那麼 有關專業小組 前提委員會議決議 通知調異文件內容 辦委 調異資料 分放操作 其他相關 十項談以後 我們就 積極配偷相關文件 並且已經在 每年 5月12號 上午9點 派遇 送達大院 那麼 行政大陸 主要職內室提供專業小組成員來調異 並派專人保管 編會提供的相關文件 編會會遵照專業小組 運作的要件 在調異期間 民視會依照 說服專人 將調異文件 那麼 送達 指定的場所 提供查業 並派專人 來管理 以資格保管 假設 有什麼事要我們在 盡力不聰明的地方 我們家諸葳儀的手指標 我們在服務所 上報告 進行過的 補表 謝謝 謝謝 好 請經濟過問我手指的 主席 各位委員 經濟過就海峽兩岸 貿易協議 調異專業小組 所調異文件資料 及其簡訊提供 後續相關事宜 報告 一不是依據大院 接種委員會 5月5號的談 那麼 我們經濟過 已經5月12號 將各業專業小組 調異文件內容範圍 並列的相關文件 送達到指定的場所 共產業 並且派員管理 保管的責任 那麼 直接調異文件內容包括 第一是 補貿協議開始談判 到簽署期間 第四會成雙方 代表姓名 直稱 時間 提點 議程 規記錄文本 承諾表 我方談判前 印尼犯案 雙方要價內容 以及第四談判成果的 相關資料 另外是 第二 各機關 以協議相關的 往來公文 本部主機公 及各部會相關協調 規則文件外 也提供 本部主管 物業相關的 晚來公文 包括了 商業師 工業局 標選及 中小企業 出貨物局 國際貿易局 人員局 資費財產局 國審會 及辦公室等 第三 另一張 針對協議所做的 評估研究報告 其中 委外辦理者的 企業 受托單位 支出經費 數額 文部提供的 相關資料 包括本部的 商業師 工業局 標選局 及國際貿易 等單位 所委外辦理的 評估研究報告 第四 針對協議所製作的 廣告文先 本部提供的資料 包含廣告文先的內容 採購日期 熱標單位 廣告文先 播播媒體 播出日期 播播描述 或是刊登版面 支持經費 數額等資料 第五 針對協議所辦理的 說明費 公共費 座談會 包括會議的日期 例點 主張者 議談者 辦理對象 參加人數 不應辦 或自辦 其俗 委外辦理者 和企業 承辦單位 支出經費數額等 本部提供資料資料 的單位 包括商業師 公務員局 標選機 中場企業主務 邦務局 國際貿易局 公立 智慧 三案 第六 就協議執行 或委託辦理者 相關民意調查 報告文件內容 民意調查 結果 或辦理人 其支出經費數額 委外者 許檢控企業 因為本部部相關資料 並沒有提供 提起各相關的職業 和職業 業者或除業人員 預見徵集的進行 本部提供資料 單位 包括商業師 公務員局 標選提示 和企業 同行 指出情況 以外 上次 交易文件內容 方便 本部提供的 相關資料 即以按照 密件 及會密件 的分裂 特別裝備 提供 全新 會議 專案小組 為指教 依照 會專案小組 運作要件 第十六 專案小組 會議尋找期間 將全程錄影 錄音 拘錄 並同步轉播 刊登公報 建議本部及相關部會 提供的資料 包含 機密文件 航在公開會議中 進行尋找 恐制止相關機密 不勝外險 而影響國家安全 及利益 連未來有關機密內容 都會在 會專案小組中 進行操任 以及尋找 申請各位委員 審慎研議 以共同維護 國家利益 以上報告 提供各位委員 指教謝謝 好 謝謝 這個文化部 國防部 國安 國際總裁 還有 自保護 辦公室 跟教訪部 資料會少 你不要多保護 你不要多保護 文化部 國防部 國安 要提供 沒有資料提供 國防部 國防部 你們是沒有資料提供 國防部 國防部 跟國防部 無相關資料 讓國防部 沒有 大公交會 幫我 對 那說明一下吧 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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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看這個節目 來 請示範 請示範 哪一個單位 我發布 我發布昨天的事報道 那個 做到單元5號 在12號還是沒有做不到 但資料 因為資料很少 他拿到委員長 他就有包括那個 13個貴隆 還有那個 藝術發展 有關 表演 這個 不是一個 資料表演的地方 會減少 但是有書面這樣發表 我也不要 不是每一個委員都 會去看 跟 跟 那個 那個 文化部公安局 自動辦公室要保重 不是有書面資料 是不是在下半天可以送一份到幕後的委員 好 好 那我們 今天 這個 先訓導 好 那我是不是先訓 我們今天訓導的時間是4加2 在10點的時候 正題 第一位 1 這個 2 1 1 4 2 2 1 在我開始質詢之前 我先有一個會詢問 就是說 我等一下的質詢會披露相關機關給我們小組的機密資料 這個機密的等級過於腐爛 那麼 等一下使用完之後 是不是可以請主席開示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這個委員會把所有的這個送給我們的密件能夠重新檢視 那麼是不是確實 如行政機關的這個機密的理由 也必須要給我 這個是我提的一個請求 好 那我們請這個入閨王主委 好 王主委 王主委 這個 我從入閨會的官網上面 看到你們編號043的新聞稿 在今年的5月1號 是入閨會在4月9號到4月13號 委託政治大學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這份民意調查 你們這個新聞稿附著一個民意調查的一個摘要 這個摘要呢 是這樣子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 你認為 引了三項這個民調的數字 在兩岸協商的制度化 也就是說這個兩岸 有超過七成的民眾贊同 強化溝通諮詢及國安審查 認為有助於提高協商的公開透明及公眾參與 這個是你們覺得 對 這個 強化溝通是有利的 另外呢 你們有提到說 覺得國會啊 花兩百四天以上 大家都覺得延宕太久了 那麼 損及民眾的權益 這個呢 也很高 有69.1%會影響民眾權益 62.2%會覺得耗時過長 另外你們有一個重要的數字 說42.5%的民眾支持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不支持的是40.1% 你們覺得這個支持服務貿易協議的這個民眾啊 多了兩趴 這就是你們整個公布民調的一個重點 那我要跟你請教 你們這份民調做的只有這三個數字嗎 呃 我們向來做的這個民調裡面 有一部份是屬於內部參考的資訊 那所以有一些定期公布 或者是社會關係的 所以你們會把這份民調列為 這份花了31萬5千塊委託政治大學 在3月9號到3月13號 然後這個4月9號到4月13號到5月1號公布的這份民調 會列為密 機密是因為裡面有一部分的數字是內部參考 是 什麼樣的數字你們會列為內部參考 就是我們覺得只是作為內部政策評估階段的一些資訊 你們就這已經停不完啊 你們在你們在你們在這個整個福茂已經進行結束 你們現在進行的是在立法院 該不該進行福茂的審查 你們要透過什麼樣的程序 對不對 沒有錯吧 沒有問題是我們隨時要因應說 好 那我能不能請教 你們在5月1號公布的這個民調 同時不公布的 包括一個數字 你問民眾說你贊不贊成學生的訴求 退回福茂 贊成的是62.9 反對學生訴求不贊成退回福茂的 是23% 這為什麼不能公布 我們有一部分的這個民調數字 就是作為內部 因為這個對你們的訴求不利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你們就不公布 留花了工廠去做民調 不是這樣 所以有一部分就蓋住了 你們問大家說 你們問大家說你贊不贊成學生訴求 退回福茂協議 贊成的是62.9 不贊成的是23 所以你們不公布 第二個訴求我請教 我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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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問民眾 說我們這個福茂監督條例跟福茂監督 你覺得 應該要在立法律怎麼進行比較好 那你們的講法 馬中的講法是並行 就是監督條例跟福茂一起審查 結果贊成的是16% 不贊成的 所以要先立法再審查的是28% 然後呢比例最高的是什麼 是要用公投決定 用公投你們國會不要審查啦 你也不要兩岸監督條例啦 我直接用公投來決定是29% 所以你們所謂的你們政府的 從馬總統到你王主委 到國民黨黨團說的 我們要並行的 要一手福茂協議監督條例 一手審福茂協議 一手審監督條例了 民調出來 你們入委會花了31萬5千塊 我們的公堂 民調做出來只有16%的民意支持 然後你們選擇不公布 為什麼 因為對你們的主張不利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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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說 那到底你覺得 福茂如果 這樣延宕或者不簽或者退回 對我們去參加 跟其他的國際協議 會不會有影響的 認為會有影響的 就是站在你們這一邊的 你們主張那邊的 38很高 但是認為沒有影響的 46更高 這個裡面也選擇不公布啊 你們把這樣的一個民調 列為機密 是因為你們怕被看到說 你們選擇不公布的 都是對你們主張不利的 你們過了公堂 選擇性的把民調數字 作為宣傳工具 所以 無怪物 你們不敢公布 好 我們現在請經濟部 佐市長一起上來 那個 佐市長 經濟部列為秘密 福茂協議在2011年3月14 由政府授權海基會談判 2013年6月21日 有兩會出面在上海簽訂 在你們決定要開始談判的時候 經濟部就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 進行兩岸服務貿易市場開放策略分析 在2011年就進行了 中華經濟研究院 由史惠哲主持 你們花了153萬 有沒有這個研究報告 你們有沒有公布 你們已經在 這個是在 協議談判之前 提供給你們做 產業分析跟策略參考 當協議發生這麼大的一個衝突 社會對黑箱服貌充滿質疑的時候 你們在談判簽訂之前 做了這份研究 其實你們總共有三份 還有兩份是商業研究院 你們中間略為密等不公布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這份報告 在2012年在簽訂的一年之前 五月做了期末報告 這裡面指出 福貿協議簽訂的話 對我國的產業有利有利 你們不敢公布的是 不利的那個部分 這裡面的分析 只有針對業界 不包括勞工 不包括小商家 針對的是我們講的 企業界 有一定規模的產業 小商家跟勞工 這個不利啊 我們早就知道了 可對產業界它提出三點 有可能有三個威脅 他說有可能關鍵技術外援 他說有可能要面臨更強的市場競爭 他說有可能企業喪失經營權 這不就是你服務貿易協議簽訂之後 外界不斷質疑的嗎 其實在你們簽訂之前 中華經濟研究院史惠茨 主持的這個研究報告 就已經指出這三大疑慮 是對我們的負面影響 對我們的策略 我們的產業有可能會造成衝擊 我再一次講 關鍵技術外流 面臨更強的市場競爭 這個更強市場競爭是指中國 中國的產業 會對我們帶來更強的市場競爭 企業有可能會上市經營 我們接下來要請入委會王主委在上台 我們知道 服務協議簽訂之後 外界有一個疑慮集中在電信跟網路 現在 今年的4月7號 國安局 有提交一份評估 給經濟部 陸委會 跟NCC 指出福茂對中國 我們對中國所開放的 存轉網路服務 存取網路服務 跟數據交換通信服務 這三項 就是我們常在講的 要用三小去換四大 這三小 他說的確 所以 有可能會發生 兩大危險 第一個 經由機房外包 這個是我們要委會的 造成資料外洩 第二 這個二類電信的適用範圍 日後 也很有可能 會再擴大 國安局的這個評估 就完全推翻了 包括你們 包括經濟部 NCC說明過這個問題 這是在4月7號做的 就在上個月做的 上個月 4月8號 更可怕的 提交給交通部的 對港部服務業 就是港口開放 的風險評估 提出了五大危險 開放港部服務的風險 第一 維持港部業則生存 這個用詞 絕對沒有發達 危機我們港部業者的生存 我們自己國家的 第二 國防安全受到威脅 這個用詞可怕嗎 第三 以商為政影響政策 這不是民進黨講的 這是國安局給交通部的報告啊 以商為政影響政策 第四 商業機密 輕易外信 第五 外籍航商必須受損 可不可怕 更可怕的是 這些你們通通列為機密 從民調 到政府內部提出了警示 到你們在簽訂協議之前 你們自己委託學術機關 花了一百多萬 花了一年的時間 在你們簽訂協議還在談判的時候 協議行程一年前就提出警告 我們都知道 這種貿易協議一定有得有失 但是我要質疑的是 政府永遠是 選擇性的揭露資訊 這些報告 你們什麼時候 我們開了那麼多次公聽會 什麼時候告訴過我們 這些報告 外界那麼多質疑 你們什麼時候告訴過我們 現在我們前面掉了一小子 你們通通列為密的 我們連抄都不能抄 密等的意思說我在這邊 談這個內容也不可以 你要起訴我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們列為密等的理由 我這樣子講 覺得 列為機密有道理嗎 你們在談判之前做一個談判策略 那是有可能的道理 可是談判結束了已經簽訂了 你們把事前的評估也列為機密 你們如果把對我們有力的列為機密 怕我們對方知道也就算了 對我們不利也列為機密 你發佈民意調查的數字 通通選擇 對政府主張有利的 這是不正確的 怎麼不正確 你這個三個 我剛才講這三個數字 你如果讓我說明的話 請說 有一次的政委員會 要求陸委會 將一些沒有公布的民調 將資訊提供的內政委員會 在前面的會期曾經有一次這樣 我們那次就提供了非常多 陸委會內部參考用的資訊 你們把這個民調數字 為什麼列為機密 因為每一次本來就會有 所以你們公布的時候 就公布選擇的 你們有利的吧 那你們不是要不公布啊 除了一個理由 還有什麼理由嗎 你們怕大家知道說 大家都支持 憲力法在審查 大家都支持 要脫離不冒協議 當然不是這個因素啊 你們用心可諸啊 你們就是黑箱 除了黑箱之外 沒有第二個字的 謝謝 好 那個 這個 這個 剛才有發 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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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 李軍議員 好 主席各位先點喔 好 我等一下點到名的 部會請你站起來一下 文化部 環保署 NCC 國安局 國防部 公民交易委員會 主席總處 自動安全報告室 消保處 總共有14個單位 總共有9個單位 9個單位 今天邀請了23個機關 那這9個單位完全沒有送報告 是怎麼樣 立法院不重要的 立法院要求你們來報告 調閱小組要調閱 那請你們報告 那通通連書面報告都不送 那是怎麼一回事 來請坐 我先請文化部環保署跟NCC 到台上 NCC 環保署 這是小組密碼 那NCC跟環保署呢 好來文化部 那小組我先請教你 文化部跟這一次的服務貿易協議 其實相關的還不少 有關開放的項目包括出版還有私聽業務有嗎 出版的部分不在文化部的業務問題 好那私聽業務有吧 你們送來立法院的資料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有領事英有三線 就是會議記錄 有會議記錄嗎 跟你們開座談會的記錄嗎 是這樣嗎 其他都沒有嗎 沒有評估報告嗎 好謝謝請回 來NCC 早安 好早 你那個麥克風按一下 NCC這一次其實是大家最關切的 二類電型 那請教你 你們送來立法院的報告內容是什麼 你們提供給我們釣魚小組的是什麼 我們完全依照釣魚小組的要求 是嗎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一個一個看 你們其實也是告訴我們說 你們開了幾場座談會嗎 其他通通沒有 來環保署 就是說 各位好 你們相關的業務其實這一次的服務有環境服務也對不對 對 那請問你們送來的資料是什麼 我們提供的資料有發光我們環境服務業跟相關業者的一個座談會 座談會的內容座談會的次數嘛 是不是 座談會的內容跟座談會的次數嘛 你們有沒有做評估報告 有評估報告有在送來的內容嗎 有嗎 好我再調查一次 來好請回 好三位請回 我們請王主委 王主委我請教一下 其實釣月小組的功能 其實非常清楚 然後依照立法院的資源清支法 我們成立釣月小組 該釣月的東西 行政機關就應該配合嘛 是這樣嗎 好 那 其實 就是如果我們要釣月什麼資料 行政機關應該會配合 那剛剛段委員問你們的是有關密件跟非機密對不對 那機密跟非機密 他定義是應該從國家機密保護化來的嘛 有國家機密跟公務機密 公務機密保護化 好 那所以你們定是機密或非機密 都是用這樣來的 對 那剛剛段委員請教你 我再請教你一遍 我再請教你一遍 就是有關學者的調查報告 這個算機密嗎 內部參考資訊 內部參考資訊 所以是機密 可是已經簽訂完成了 這個還算機密 因為它是處於內部參考資訊 內部參考資訊 所以是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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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密議調查報告也是機密 有一部分本來就是行政機關內部 行政機關在做決策過程中 需要有些資訊參考 還有包括彼此往來之間的要價也是機密 這裡面牽涉到這個調查權的範圍 甚至585號講得非常清楚 對 我知道 調查權並不是毫無限制 其實我要請教的問題就是 其實就是你們認為機密就機密 你們不認為機密就沒有機密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行政機關在訂 我想委員也是對憲法有些了解 當然有些了解 我的意思就是事實上變成這樣 那反正就像中委講的 民意調查不利你們 這就是機密 然後談判的過程 學者的調查報告 不利你們 這就是機密 是這樣子 決策的這個決定要不要公開 跟這個 跟市口內餐跟 來 方正位你請委 我請經濟部主持長 主持長 其實我們在福茂協議的過程當中 討論過很多問題 我們一再請教你們說 有沒有做評估報告 有沒有請學者做一個調查報告 你們都告訴我們有有做 對不對 如果我的了解沒有錯的話 你們這次是請所謂的中經驗 做了一個報告 對不對 還有請那個商業院 商業院嘛 對不對 中經驗的報告有三位學者負責 對吧 包括史哲惠 包括杜登華還有一位吧 三位吧 那三位學者依據不同的產業 他們其實做了很仔細的調查報告 那我請問主持長 這個調查報告 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 有看過 這個調查報告裡面 有針對幾項產業 其中有標註 這位學者都有標註 我這裡也不能講嘛 你特別提醒 我在裡面報告提醒說 委員質詢的時候 不能把委員要進行洩漏 我也不能講誰 但是 他有提供 提供報告 在報告書 調查報告裡面有 有寫什麼 有寫這樣產業 如果開放的話 會對國內的產業造成很大的衝擊 所以建議你們 戰綁開放 你有沒有 看到這一部分 有沒有 但是最後也開放啊 最後也開放啊 戰綁開放 這是學者的建議嘛 但是你們看到 啊 這就高安沒了 所以不要 是不是這樣 而且這個調查報告 也被你們列為機密 也是你們內部參考用 所以也列為機密嘛 是 那換句話說 其實你們評估報告 做了老半天 陸委會的民意調查 做了老半天 有利的 你們就不公佈 有利的你們就公佈 不利的你們就列為機密 就做內部參考用 有利不利我 那你知不知道事實上 這些學者都有做出來 哪一項項目 其實有什麼衝擊 最後還甚至你建議你們 這個暫時不要開放 結果你們還是開放啊 沒有 我們後來有 爭取其他業者的意見 爭取業者的意見 那我現在要請教你就是 你們到底是 以學者的調查報告為主 還是以業者的意見為主 我們都會參考 都會參考 所以只要有人說 開放你們就開放 是不是這樣 也不是這樣 那事實上我們看到就是這樣 因為我聽到的是 學者我看到 我坐在裡面看 一條一條看 很多學者建議說 這個暫緩開放 但是你們還是開放 你們說聽業者的意見 業者跟我反應的是 他們極力的建議你們 不要開放 你們還是照樣開放 那我現在我要請教就是 你們到底他的標準在哪裡 你們到底要列為機密不機密 調查報告的建議 到底要採取不採取 業者的建議 你們接納不接納 你們的標準是什麼 請告訴大家一下 首先這是我們列部評估的問題 列部評估嘛 所以評估你們要的 你們就同意嘛 你們不要的 你們就不同意嘛 就是這樣 那其實到最後都是怎樣 你們幾乎所有人家建議 你贈款開放的 你們通通開放 包括業界的建議 包括學者的建議 人家建議 你暫時不要開放 你們通通開放 是不是這樣 也不見 也不見 事實上就是這樣 我們看到的就是這樣 然後所有的資訊都把它遮起來 不要讓全國知道 沒有 那在這裡我們問過多少次 你們說我們有做報告 我們有做評估 啊 我終於發現真的有做評估耶 那評估那麼大本 我一本一本區分 裡面很多產業都是建議 暫時開放 你們還是開放 來 所事實上我再請教你 調閱小組 事實上其實有一個 調閱的內容跟單位 對不對 這個你們應該知道 是不是 那各部會的規定 甚至 如果我們調閱小組已經這樣規定 你們應該照這樣的 所有需要提供的都應該提供 是不是 是不是 這是 立法院依照憲法的規定 依照職勤司法規定 我們正式的成立 成立以後 我們的調閱小組的重點跟內容都已經告訴你們 你們要依照裡面規定的一項一項提供出來 對不對 應該是 來 我這裡有一個表 我這裡有一個表 等一下也可以提供給我們所有的記者朋友 我把所有的部會到底提供了哪些真理出來 我把所有的部會提供的通通真理出來 哪些有提供 哪些沒有提供 好 我們規定的這個重點 調閱小組的運作要點這麼多 然後我們要求調閱的內容這麼多 哪一項有提供 哪一項沒有提供 通通真理在這個表明裡面 從內政部 勞動部 交通部 委會 還有你們經濟部通通在這裡 那我得到的一個結論是什麼 我得到的結論我們通通看到的 包括今天送來的 剛剛九個單位是沒有送來書面報告的 那有送來書面報告的都是告訴我什麼 所有的報告都在告訴我什麼 我們辦了多少座談 我們辦了多少的說明會 每個都會 我沒有開座談會 我沒有開說明會 但是座談會跟說明會 市長也很清楚 很多人對你們座談會跟說明會 開的方式非常有意見 非常有意見 包括前內的部長 還有李鴻元東說這樣的座談會 這樣的說明會 是一點效果都沒有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市長解釋一下 我想我們最主要是希望 讓結合座談會 讓參加著了解 我們整個福報的內容 它的對我們國內的一個定義 還有我們機會在什麼地方 那麼當然在座談會當中 就是有些不同的聲音 很簡單 我們都會盡你們的收入 那我想請教市長 你們認為說 最後有沒有辦法 有希望的效果 就是 是不是因為透過你們的座談會 透過你們的說明會 所有的業界也好 學者也好 對胡茂的內容 對胡茂開放的程度 都越來越了解 甚至支持度 越來越高 有沒有這樣 我剛才講說 我們全部都了解 但是我們盡管我們說 盡你們所能的告訴大家 應該是這樣 可是從剛剛 王主委告訴大家 這個密調查 顯然不是這樣 顯然你們越 座談會開得越多 你們說明會開得越多 大家對胡茂越反彈 大家對胡茂越有意見 為什麼 因為不該開放了 你們也開放了 業者建議不要開放了 你們也開放了 學者建議暫謊開放了 你們也開放了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是不是 那現在我們就擔心 如果胡茂協議搞成這樣 搞成這樣 真正贊成胡茂協議的人數 越來越少 經過你們的說明會 那每個部位都在告訴我 我們開了多少說明會 我們開了多少座談會 結果一點效果都沒有 大家越了解胡茂的內容 大家就越擔心 這個就是你們造成的結果 因為什麼 因為你們只告訴大家 你們想讓人家知道 其他都不講 其他都不講 包括二十場的公聽會 在立法院開 每次業者提出一大堆問題 你們從來也不正面回答 有 我們都會正面回答 有嗎 如果有的話 夜間反彈聲音不會這麼大 所以次長 我今天告訴你 我們也沒有必要一直質疑你們 我們也沒有必要一天到晚 再來立法院罵我 但是我們要的是 立法院是一個憲政機關 我們代表民意 我們必須把民眾的要求告訴你們 就是你們要定制定一個政策 你們要跟其他國家簽訂協約之前 拜託麻煩 先跟立法院交代清楚 跟民眾交代清楚 否則就會像這次的福報一樣 搞到半天搞得到半天 你們越說明大家越反彈 你們越說明內容越糟糕 那問題就是什麼 問題就是你們該公布的都沒有公布 你們不想公布你們就列為密件 這就是真正的問題 福茂小組真正要調查的 也是這個內容 希望其他的貨貿 還有其他以後的協議 不要重蹈覆測 一定要接受國會的監督 這是我們成立福茂小組唯一的目的 那至少你可以認同我的看法 認同 那以後如果還有各項協議的話 沒有來國會監督 那我就找你 如果涉及經濟部的 那沒有來國會監督 我一定找你 所以這個福報現在的過程 我們就發現非常非常有問題 才會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要提醒市長的注意 我今天要來之前 我太太提醒我要問問儒雅 她提醒我要問問儒雅 她說你每次都那麼兇 要問問儒雅 所以我拜託你們 要受國會監督 這是最基本應該要做的 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及格的 謝謝 好 這個 接下來 莫文儒雅 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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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卓市長 好 卓市長 市長 很多事情是 故性的問題 那 我的看法是 該講 沒有講 不用太多 避諱 但是 不要太多的設限 但是不該講 不能講還是不講 還有一點 無疑無疑無疑是撞不出來的 沒有 沒有 都會看得很厲害 好 我請教你 這一次 不罵也好 發動也好 我講的是越來越爆動也好 兩件事情看似不相干 但是跟經濟部隊 重要的一個很關聯性 先講我們這個 無疑無疑 剛剛很多委員在諮詢 包括之前 我業者 相關業者 這半時間以來 所謂的事業 大概都不多 幾樣的一個 總 第一個 內容 第二個 陣容 第三個 態度 我講的是內容 這內容物 我先問你一個 主要大方向 大家常直言說 是 中國大陸 他發明相關討話的一個項目 提出來 我們去那邊指導單權收到 好像我們缺少同性 那 因為談判這個機密 我們也沒有辦法參與 市長 你可以針對這部分 才做一個討論 你一定要說 我講 這是絕對不正確的 事實上 我們也按 法律斷內容 開始 罵 民眾團隊 我們談的內容 完全是根據 企業PT的 官權性貿易經濟 比如 服務貿易中協定的內容 來談的 這些相關內容 完全是根據 國際的 服務貿易協定的內容 來談的 這絕對是按照 反國際的關係 其實 開發的相關也是一樣 我們就是 時間 先 跟國內的產業 先做溝通 然後 在 即使出價 掉價的時候 再做溝通 安排雙方的 面前 對面的 主管管單位 先對面的來做 換句話說 我們之前 談判事宣應該 也不像有的 類似犯本 或是經過沙坊推 也不是去那邊 見招拆招 然後 談什麼 因為 好像外界指定說 我們現在 然後呢 可能路方 開始比較高 我們好像 比較烏文如雅 就像 現在主政所說 比較似乎 然後就被人 吃得死 所以為什麼 談判回來的東西 大家不能夠接受 我想 我想 事實上 從事實談判的結構 但是 我們就 這樣子 對 所以說 換句話說 我們在談判的時候 對啊 我們講了很多次 說比WTO要的更多 條件更好 可是大家不相信 那我們陣容呢 陣容是機密沒錯 問題是大家說 欸 那你是不是帶隊也好 參與人 談判人 各方面 你有做好準備 我們每次的時間 做好充分的準備 而且對於 比較談判的這次的 談判的範圍 跟內容 事先做過差別 所以也請教過 想關鍵 那為什麼自己還這麼多呢 其實我們公聽會 做他們看很多 有沒有檢討 有 還是真的是 只是大家 稍微的呼吸不夠 或是明天參與不夠 有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我想 其實他也只有 但最主要是我想 如果人不小姐的話 他們只想從來 能包你 有質疑 但是那是 已經很過分 知道 那個 我們這次 我們覺得 我們最大的確實 我們在網路 這一塊 做 好 你講沒錯 大家了解不夠 了解不夠是 我們官方問題 還是媒體問題 還是民眾自己 懶得去了解 你看 葉子問題 我問你說在哪裡 要檢討啊 本來是一個好的東西 當然也有瑕疵 那瑕疵可以談了 但是你看 趕快現在 對的變成錯的 然後呢 這個錯的變過大型 放大 那 只好變成過 那今天部你們是 主要旁邊代表 應該理論上 經濟部的觀點比較多嘛 對不對 路會應該比較少 但是我們現在 每次罵都罵路委 或者說今天請 主委稍仔先做一下 因為他每次罵都罵路 可是就我說 這內容 下方內容 應該經濟部 應該算是比較內行 應該是這麼講 沒有錯 那我問你 有沒有可能 重啟談判呢 我看報紙啊 他們都說不可能 是這樣謊話 不可能啊 那我們現在 通話協議好像說不行啊 這要重新再來啊 連討論上哪一天有問題啊 好像 現場好像也不太有嘛 真正是在討論上哪一天有問題啊 現在包括業界 包括在野 包括相關的這些民眾 你現在所聽到的 他們針對服貿哪一點 一兩點 你想一個指標好不好 他們反彈最大的 有沒有解決辦法 不是 我們就現在不妄念 我們 國人 業界 在野 相關的這些 反對人士 針對哪幾條 比較什麼 我想一般來講 我們是 國安盈利 對不對 對 國安盈利 那這一部分 我們現在是在研究 實際 還有我們 跟他有錯誤 來話 應該是 這個比較大嗎 之前 好早之前所講的那些 一般的服務 什麼什麼 洗車洗 洗衣 洗頭洗什麼 飯店 這相關 國安這個問題不大 是 可是剛開始都一直講這個東西 洗頭先洗腦 還記得嗎 我記得 是國安是到最近才拿出來講的 是 電信的東西 最近前一陣子一些 一些 一些什麼 教授才出來 在連署中 哎呀哪裏呢 什麼電信的 恐怕會造成國安的疑 就這樣而已 那你把 現在民間 他們比較大的一個質疑 正義 或是什麼改善 我覺得要針對這方面去做 詳細一個了解 我們現在做 那 我們現在這個釣月 釣月 現在暫定 暫定是到 月底 暫定 那到底現在釣月幾件 幾次度 我 因為我們都在 每天都有所謂的 在 那程度 怎麼樣 好像不是很明顯 是 所以 實際上 我覺得這樣子 大家 這個 非常關心 對台灣的影響 這樣很棒 很怕 我 焦點 如果 萬一說 政治人家專業的話 我覺得就非常的 可以 那我希望是這樣子 這個 內容 既然 外面聲音這麼多 那你們大概也 心事肚子 就來一些地方 真的有問題 那如果說 重啟談話 或是消防裡面的內容 有 有些問題 是不是可以啟動 就像 我們裡面所說的 緊急的 緊急的 一個 一個機制 對對對 那部分 最部分的一個 大家做個嚴重 我覺得這個動作 還是很快 不要說 真的 到 還是希望到這個 我按這個會情報 就沒辦法 我個人看法 包括到 臨時會都有問題 年底之前 能夠完整就不錯 市長 還是要加法勁 我覺得你們很用心 但是 說實在哪 外界了解不夠 包括我剛剛講的 這一次的越南 相關的 這些了解台商的協助 當然 外銷不為主 可是外銷不為主 說實在的話 外銷不為主 覺得實際上 應該還是應該 以你們經濟部為主 經濟部來做主題 才可以 那我們經濟部 可能做很多事情 民眾不了解 就像總統所說的 可能稍微工作後 稍微慢一點 可是該做就做 你可以很簡短講一下 該做做的先嗎 我說對 這是想辦法台商的一些協助 我們都知道 今天一早 我們省市長 就已經摔一個 各單位的代表團 到越南去了 我們回到 社區要受災任務 然後那邊去 去各方面衛生廠商 各方面了解 其受災的情況 當然 我們也會和代表團 也會到河內去 用越南參觀政務 來參觀單位 來面對衛生磋商 看將來如何 來求償 來補償 這部分都在做 而且事實上 報道一開始 當天 我們在 國志民辦事處 經濟組的總長 就已經改造了一個現場去了 我們在越南辦事處的 經濟組長 可以從 合連堅證感受 來進行組合 你說 你看經濟組的組長相關的 我們經濟部關聯 那麼機器 可是問題是你看 光是一個住院代表 跑回來看牙齒 就變到 變貓的受痛 只看到跑回來 治療 這個治療痛 那沒有看到你們的 所以 這方面有些時候 應該做個說明 對 然後他們台商 有要求 所謂怎麼重建 小組有沒有聽到這個聲音 可不可 可不可行啊 我們到會 會延長的太子 非常多 現在還有很大問題 當然這個 可能跟五清進行 不是很大關係 但是你們也要了解 光是媒體的一個下標 定調就不同 有些媒體說排滑 有些媒體說反中 坦白講你覺得是排滑或反中 我們都知一知一知一 是啊 是啊 所以 有些時候人家講說 你怎麼死掉 也要知道原因啊 對不對 怎麼死掉 怎麼被砸 怎麼被搶 怎麼被打 總是要知道原因吧 那 不要搞得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然後到時候也不曉得 像血球場 被 現在據你們手中的資料 我們送他的台商 他們 小不小的 假設 邪渣 邪搶 邪 這個 破壞了 找不到人 那越南政府 他會不值得的 政府 當然我們會 我們現在 我們的副例代表 已經向越南投資幾句話 副的部長 高美局要求 他們要 第一 要非常 第二要請求 市長 其實善後是很重的 很慶幸 很慶幸 我們這次人員 只有受到傷害 沒有更進步的一個傷害 我覺得蠻慶幸的 但是 我覺得後面 其實是蠻 為什麼中央知道 也不只是 重建資訊 然後呢 也能夠讓我們在那邊 開展安心之外 其實有些人 已經 頭洗掉一半 他投資已經可能 投資很多 你叫他撤 撤是盤得容易啊 工廠都建的 比如說人員 隨時可以撤回來 基地都蓋了 工廠都建的 錢都下去了 怎麼撤啊 我問你啊 台塑他怎麼撤啊 所以 我們一樣 也要體貼 當地的台商商樂 既然當時我們政府 不管是民調政府 當時的南向政 不管啊 我們行政是一貫性的嘛 既然當時鼓勵大家來向 已經去那邊碰到問題 反正你們只求多虎 所以 政府該發揮的功效 我覺得這樣 動作 當然啦 有些時候 不見得馬上可以成效 但是這個動作 一定要讓民眾看得見 不然的話 你做太多人家不知道 你以為你大家都要睡覺 市長就會有種補充的 沒有 我想這部分 我們事實上經濟會議 一開始就 一開始就 積極地協助 那麼現在我們 我們 我們要會就 雙方 將來 如何確保 我們在越南 台湾的一些 人生財產安全 會一定比較 我相信經濟部的 這個能力 跟專業 但是我請你 就是 胡茂 多多協助 陸委會 我覺得你們要站出來 不讓人覺得 胡茂只有陸會的事情 還有 那個 台南 越南 暴動這些事情 只看到外交部 他的 沒有做完 那其實 經濟步驟還蠻多 所以我覺得 這方面也應該 包括貼紙 動個貼紙 大家沒有慢慢做頭 這個 這不是很重要 也要顯示一下 好不好 知道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 請問 主席各種 主委跟 董次長 來請 董次長 先請 這個董次長 來 主委在旁邊休息 我們對 WTO的承諾 有沒有開放 沒有 沒有 在WTO的承諾 之後 對不起 我問你 你說沒有 沒有法 是不是 沒有法 我們WTO的 開放 那 我們對 WTO的承諾 怎麼樣 我們對 WTO的承諾 有沒有開放 我們 我們對 外資 在美濟邊華 是已經開放 我們在 WTO的承諾 當時 好 是沒有開放 是後來 後來 後來 這個是一個 所以 WTO承諾 沒有開放 沒有錯 好 那我再問一下 那中國對WTO的承諾 有沒有開放 美濟 沒有 蛤 沒有開放 所以中國沒有開放 美濟 好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好 那中國對於香港 SIPA 有沒有開放 美濟 違法 中國 中國它有沒有開放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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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查了之後 那接著我再問你 好 那 這個 這個 中國對 港澳 就是 你查一下 好 看有沒有開放 美濟 美濟 好 你查一下 好 那中國 那個 市長 你這麼簡單 大家關係都搞那麼久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答案 好 那中國在這次的福茂裡面 有沒有開放 美濟 美濟 有沒有 對台湾有沒有開放 美濟 福茂 福茂沒有 沒有 因為他過去 好 那台湾有沒有對中國 開放 美濟 美濟 對 有沒有 有 好 那答案不是很清楚的嗎 你在WTO的時候 你 你當時 我們台灣為什麼 對WTO承諾不開放 為什麼不開放 理由是什麼 我們當時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當時為什麼不開放 你的理由是什麼 是因為他敏感嘛 對不對 是因為他弱勢嘛 因為他牽涉了救援人口多 所以我們當時對WTO 我們是不承諾開放的耶 對不對 中國為什麼不開放 中國為什麼對WTO不承諾 中國為什麼對香港 的SIPA 他有承諾開放 但是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限定規模 最高不得超過八人 樓地板面積 經營面積不能超過三百平方 你說一百平以下 八個人以下 他才准理香港 因為是他中國特別行動 他才准理他開放 要設定一個限制門檻 結果我們這次談判 我們竟然美容美髮 這個完全不設限 那你告訴我 上談判桌的時候 上談判桌的時候 有關美容美髮 洗染葉 這些相關的產業 這個是中國提出要求 還是我們主動說 那既然我們有關美容美髮這一塊 那我們當時跟中國怎麼談 他既然要求說你要開放 那你跟中國怎麼談 你有沒有比照辦理 你至少也要爭取到比照戲拍的程度啊 不是這樣嗎 為什麼沒有替我們業者爭取權利 你既然都開放中國來 不設限 二十萬美金就可以進來 為什麼台商現在進到中國 金魚美容美髮 你沒有比照辦理 這個不是不平等 什麼叫做不平等 市長 市長 這件事情都簽了那麼久了 我隨便一問你都搞不清楚狀況 你怎麼做 我們整個包掛整個談判的總督導 蛤 我們經濟部不是你負責的嗎 國貿局局長站在前線 不設計跨部位 只是我們商業師所有經濟部 所有的相關的談判內容 都是你督導 你怎麼搞不清楚呢 到現在都搞不清楚呢 對 那我幫你怎麼沒有提出要求 你要叫為什麼要提出要求 你這個要開放 中國要開放 台灣可以比外資更優越的 這個條件 進入中國市場 為什麼有沒有提出要求 因為 為了你至少也爭取到西方的待遇啊 因為 中國大陸 他雖然在本地的沒有開放 他叫外商多 外資啦 所以你看 中國設了很多限制嘛 外資還要經過審批 還要經過直轄市 市政府的一個同意 那設了很多行政的門檻嘛 對不對 所以我還在要求說 那你談判去談假的嗎 中國大舉入侵 中資大舉 竟然還會投資美容 沒法跟這個洗染業者 對不對 我們去中國 你竟然連CIPA的待遇 你都要不到 開什麼玩笑 你連CIPA的待遇 你都要不到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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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 我們在說 談判的時候 不是只看一項 我們只看這一項 所以 美容美法這一塊就是犧牲掉的產業 不算犧牲掉 WTO 我們對WTO沒有承諾開放 當時政府的立場是什麼 認為說 美容美法是敏感 弱勢需要扶持的產業 所以我們對WTO沒有承諾 所以你在大街小巷街頭巷門 你看到那幾家外國來經營的這個美容美髮嗎 不過後來我們還是對外資開放 那個是我們單方面後來對外資的一個開放 我的意思是說 你當時在WTO你沒有承諾 就代表說我們都對這個產業的敏感 跟整個相關產業的造謀政府認為很重要 所以你到不鬧的時候啊 你竟然把他在大土開放 而且你去中國壓不到任何東西回來 WTO的時候我們當初外資面的最高一個是我們 導民進會說他是民進港的開放 我這樣有什麼報告 其外這部分 中國大陸已經對我們開放了 市長 市長 你不要再跟我提到WTO的談判了 因為很多都是雙邊當時在談 對不對 為什麼這些外資不來 為什麼我們政府不同意主動開放這一項 其他國家都沒有跟我們提到美容美髮嗎 我們為什麼當時政府堅持立場 當時的包含很多的這個國家為什麼外資不來 為什麼不來 為什麼我們政府當時不主動開放 那道理非常簡單啊 那你告訴我 美容美髮到底是在去年什麼時候 這一個相關的這一個談判來納入最後我們答應中國的要求 第一次 第一次我們就接受啊 美容美髮我們就接受啊 這經過後來的談判 想進出之後我們給他查一下 那好 那個市長 我先回來 都會來 都會來 那你們經濟部當時我們政府的廣告 十個壯大還包括美容美髮 你列了十個壯大的成員 你去中國有沒有爭取到任何的中心 你憑什麼所謂的叫做十個壯大 你剛剛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至少我們親戚部 我們官方你去跟中國談判了 你要至少要爭取到其他的一個待遇啊 你操練外資的一個待遇 能夠爭取到說你至少 他雖然在規模限制 羅地板面積做限制 你看這一項可能會這樣 但是在很多項目我們是超級好 那時候談完了服貌之後 香港著急了 所以香港趕快跟大陸去談說 他在大陸在給服貌給我們的 他們也要 所以其實國貿局經濟部在爭取 我們爭取到很多 主委 所以在美容美髮 我現在只舉一例 我還沒有跟你談這個食欄業 還有幾個你們超WTO的這個待遇 給中國的這個部分 我都還沒有跟你談 我是隨便舉一個例子說 那你去中國你至少說 好啦你們廣告公開 那這個這個好像跟印度神遊一樣 那麼神遊對不對 你十個壯大理由 你說要去中國設點 去讓這個台灣的產業在中國壯大 那你至少沒喔 沒法業你去中國 你要爭取比外資更好的條件 那你至少最少要比照C%的條件 那我們業者能夠進進中國 不是這樣嗎 委員當然是要看整包的啊 為什麼這一盤產業 相對於來講 對你搞的 你把他跟他說那啦 你本來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那我問你C% 中國跟C%全自由化程度成為多少 你告訴我嘛 你告訴我嘛 你問過很多次了 你到現在你來搞不清楚說 對這個C%自由化程度到多少 你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 我就是問過你很多次 你都從來沒有把我的話聽進去嘛 那是因為 所以我沒有求說 我沒有求說 我沒有求說 單就美容美髮這個產業 中國給香港 都有比外資更優越的條件 為什麼台灣我們這次去 我們全部開放讓它全部進來 我們拿到很多比香港 你就沒有爭取到更好優越的條件 有啊 在很多項目裡面 拿到比香港更好的條件 所以福茂一出來香港著急了 趕快採那個第四制服中心才出來的 這個他都知道的啊 我再跟你講 洗染業啊 我再跟你講 同樣的道理都是什麼的 中國有沒有開放洗染業 你告訴我嘛 委員你如果從 巴士下面的資產門去跳一下 我問你有沒有開放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來討論有關這個 服務貿易協議 大家為什麼政治那麼大 段一康委員剛剛提了很多的 就是民調 你知道民調你為什麼那麼低嗎 你知道民調第一的理由是什麼 你的十大壯大 還有洗染業 你看你看他的四杯 是幫中國壯大 事實上我們台灣有所沒有本來的 中國企業 各位 我們先你不要摸不著焦點 我們在討論洗染業 你說洗染業 也是我們台灣的產業去中國 可以壯大的這個產業制 我告訴你說你沒有 你沒有比外資爭取到更好的表現 你在講我們沒把業的時候 你說這個也是台灣的十大 可以去中國壯大的產業制 我也告訴你說 你沒有爭取比到 外資更好優越的條件 所以你的廣告 你為什麼你的廣告 為什麼 大家剛剛在講說 你們的廣告也好 為什麼你們的民調也好 反映到說 民眾對於政府施政的一個不滿 主委 我再提醒你 有一些數字 我真的是不太想跟你這樣 再講一些數字 我只是提醒你 美容美法約 按照一百年工商調查資料 你知道從業人做了多少 美容美法約 市長你知道嗎 主委你知道嗎 我只是要希望說 你們把這些數字記在裡面 這個不是冷冷的數字 我只是希望說 你們兩位 我們的主政談判的官員 可以把這些數字 牢牢的記在你的寫裡面 你知道有多少人嗎 五萬九千多人 我們的自營作業者 就是美容美法約裡面 你看你做老闆 自營作業者 你知道有多少人嗎 兩萬一千七百六十五人 主管 美容美法約屬於主管級的 有一萬一萬零三百八十二人 被主管級技術人 兩萬七千多人 換句話說什麼 我們所有的美容美法約 假如你從自營作業者 跟主管技術人員 我們這一波開放 他們會隨時進來 假如有兩百萬美金 這些人可以進來的人 這些總共價值 幾乎有一半的人 都是會受到衝擊的 各位 這個不是能冷的數字 我同意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 所以我們現在幾乎有八成至九成 都是微型企業 所以你開放中國的資金 我們現在市場保護 就是老闆 就是主管替代啊 簡單講 勞工也許像你們講的宣傳說 勞工可能衝擊 所以主委 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你西蘭業也是一樣的超過 一萬多人 裡面五千多的人 同樣都是同樣的道理 都是超過一半的人 都是會受到衝擊的人 所以你們在講說所謂的胡茂 是所謂的怎麼幫台灣十大壯大產業 你們是在幫 在台灣幫中國壯大中國 在幫那個壯大中國 你知道嗎 所以 你發展 你沒有爭取到更好的條件 但是像像王他就從一個很小的世界 你為什麼你的民調會那麼低 為什麼民調 剛剛段宜看緯講的民調你為什麼那麼低 他的原因是輸在這裡 這一些人 五萬九千多個美容妹法業者 他擔心他的工作受到衝擊啊 這個不是冷冷的冷冰冰的數字耶 所以你為什麼 你問他民眾的感受的時候 你的民調看起來 大家就對於為什麼要求先禮罰在審查 或者是公共 為什麼要先退回胡茂的原因是在這裡 所以我要求 我們經濟部跟陸委會 你應該是就這些部分 你應該跟中國重啟談判 你爭取更好的條件 是經濟部已經了解 而且他們同意說 如果進來 陸資進來會對那個產業產生很嚴重衝擊 他們一定會在進來的時候 嚴格的把關審查 這個經濟部都已經知道 你怎麼嚴格把關 我們又不是中國共產黨 對不對 他是個案 他投審會現在可以不准啊 你怎麼會不准 可以不准 有好多錢 我們是一個法治國家 你承諾人家開放 你跟人家簽了 這個就是這樣 投審來的虛可派話裡面就有提到 如果對政治經濟社會產生影響 好 你明明 我做這個 我都跟你公開那些做 對不對 我知道 委員的提醒 我們會做 我坦白講 這一個 在很多 我今天只舉兩項 超WTO成功的部分 包括海運 公路運輸 或者是停車場 還有這一個 相關的這一個 航空貨物提善金 你全部幾乎是 交通貨物所屬開放 都是幾乎是 超WTO的成功 超越WTO的成功 這些的救援人口有多少 對不對 那更何況美容沒有 我們跟中國是同分同分 你 你對WTO不承諾 你結果 你是對中國開放 開什麼玩笑 你造成衝擊喔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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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的 龐大 所以主委 我坦白講 我真的是認為說 有關服貿這一塊 我們要好好的 把過去這些步調 比較凌亂的這個服務 帶你們好好的做檢討 然後 假如能夠重啟談判的話 希望把一些弱勢的 感覺對台灣有 衝擊的這一個服務 能夠做好好的 給你處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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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有請王主委,還有經濟部次長,還有勞動部 主委好,市長請,勞動部還沒有來之前 勞動部快點啊,時間暫停跑來 你們有兩位嗎? 沒有關係,沒關係 請,勞動部請 您好 謝謝 這個王古茂的期間,我們很多嚴重的親友,先生,社會人士,也都非常關心這個,兩王古茂,你所知道的,你知道他們關心的很重要 請,勞動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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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勞動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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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我們關心的就是就業 為什麼 因為工作就是就業 這是要問你還是另外一個 你們有兩位來 要請教誰 就業方面來 我們擔心的就是就業 就業機會受到影響 會不會受到影響 我們擔心的是道路老公會進來 那我有報告我們這次的訪問 我們有先指導老公會 你們有做什麼樣的一個 說明跟宣導 我們在有針對整個 弱勢的產業的部分 我們有做整個 一個宣導然後我們有邀請 公會的朋友 我們來討論 我們也跟他們報告說我們在 整個經濟貿易自由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要考慮自己的訪問 那這部分對於 不管你是 那個 那法案有比較幫助 有關 如果我們看你的報告 報告第二頁 第二頁說 既以民眾可能不清楚 胡茂協議 是不開放大陸勞工來台工作的資訊 會保證民眾吃的潛力 好 第一例 你們做了這個三十秒的廣告 國台客語的廣告 國台客語的廣告 這是沒有廣告的廣告 當然我們難怪廣告你都不知道 都認為說大陸勞工會進來 這個 你這邊的所謂的台 國台客語 國台客語 這個台是什麼 台語 什麼是台語 台語 台灣的語言 叫變成台語 對不對 那 當然 委員講的 當然我們特語 那個 原住民這部分我們來講 不是 這個用詞就不對了 台語 不等於明南語 這個大眾運輸工具 貨音 以言平等法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法令 大眾運輸工具 貨音 以言平等 保障法 這裡面只有 跟韓民啊 以客家 以言住民主 沒有所謂的 所以你們相關的資訊 你們的整個作為 這個 如果可以出了 所以整個 那個 勞動作為是進行 所以整個 到現在為止 已經這麼久了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 對原住民的 關心的 了解 基本的認識 都非常 非常 很欠接 委員說的沒有錯 這個 其實在語言的使用 請各位 特別回去看 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三四條 請各位 在場的 都回去看 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三四條 政府 處理原住民族失望 因尊重原住民族的 以言和其 傳統 習俗 國話 其價值觀 因尊重原住民族的 以言和 國話 傳統習俗 其價值觀 並保障其合法 並保障其合法 這不會 連這個 基本法就是 四點 公佈到現在 已經把你 邁入地主 剛才談到這個 我們成績的 趙偉提到這個 美容苑 你知道 美容苑 原住民的狀況是如何 知道嗎 美容苑苑 不太清楚 好 那個 請問各位 知道 你了不了解 原住民在這個 美容苑苑苑的 這個 狀況 對 不是 這個 如果 那你們的報告裡面 今天唯一 有提到的 我看了很多部會的報告 有提到的 當然沒有提到 原住民 他提到這個 美容 美法 這個部分是 勞動部的報告 第三頁 提到 辦理說明會四場次 當然他不是只有 針對美容 美法 包括了這個 中藥 洗衣 美容 美法等業的 峰會代表幹部 辦理說明會四場次 參加人數315人 我相信 我在裡面 這個 而四場原住民 在這個行業是很多的 而且也很多是 自營作業 自營作業 當然都是小規模的 當然都是在 都在 發動機器 那我在這個 都會區 大概都是 勞工 勞工當然是 沒有進來過 但是對於 自營作業者 有它很大 有限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 在整個 集市裡面 就欠缺了 演出 演出 在整個 演出 就是欠缺了 這個 這個市場 就是這樣 我們 實際上 我聽說 這次製作 我們在 破冒的 我們現在 有一次 再來 談判之後 或者談判之前 我們會跟 民主委會的 以前 聽說 然後跳感回來之後 非常了解 如果說 有任何 將來的 任何 或是 投票主 舉出來 爭取的 我們都會在 將來的 這次 這個 吳茂的 學生 或者社會青年 所提出的 除了剛剛所提的 就業的機會 就業機會 會受到影響 和他們的一個 比例 之外 就是 工作 行資 會降 因為他們認為 入職進來 入職進來 入職的 老闆 經理人 會來 來了之後 這個 相關的這些 薪資 就會跟大陸的 勞工的薪資一樣 這個你們有做過說明嗎 沒有說過 沒有理 你們知道嗎 因為你們知道嗎 這麼久的時間 有誰要說明 後面誰要說自己 好 來 通報告委員 其實應該是說 因為 公司 他來拍投資之後 在台灣的經營 他不是說到我們 會給國一般 所以他一定會依照我們 這邊的這個事情 去 這個 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跟我們的通報說明 這個 你這樣的說明 沒有人想說明 你們也沒有個書面的 你們也沒有個書面的 你們可不可以提供給業衡費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 因為入資來 投資觀光旅館 投資觀光旅館 就會到原住民主地去 就會使用到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所以主地就會流失 這個誰來回答 我跟主委已經談過很多事 委員提醒過很多次 我們之前就說 未來在相關的決策上 因為最主要的是 因為那個法律還沒有確定 但是委員一直強調說 縱使這個法律還沒有制定 還是有一些作為可以做 所以我們之前跟委員討論過之後 我們都有要求 這個 以後再做這個 兩岸的重大的政策決定的時候 其實原民會一定要參與 那經濟部投審會那邊 他們在陸資來談個案 要進來審查的時候 也應該要把 應該也會邀請這個 這個民會 等於說 這種原住民因素 也應該在決策的過程中 納入考量 我想委員提醒過 我們會不會注意這個 當然我們未來會審查 這個兩岸建築條例 這個建築條例 我上次也跟你說 上次我談的就是 理由施那個部分 怎麼樣把原住民主基本 把二十一條 能夠把它移到這個兩岸建築條例裡面 怎麼樣去 當然不能還是講傳統禮異 因為傳統禮異 那個是二十年之內都不會發射 我的一夫 二十年之內都不會發射 所以這個怎麼去 文字怎麼去做調整 希望這個部委會 能夠跟嚴明會 還有包括相關的部會 因為這實際上很多部會 包括內政部 很多部會 包括進幾部 都有影響都有關係 所以這個部份呢 希望我們這個下次 我們再談這個審查 這個兩岸建築條例的時候 你們有一個初步的一個草案 我們會諮詢原民會的一點 因為這個畢竟原民會比較專業 我們會諮詢他們一點 然後看看是正面所考慮的 當然我所你的條文件給他們 所以你們這個 為了未來這個整個審查的時候 順利 當然怎麼樣去把這個 相關這些疑例和事實上 也許目前還沒有發生 但是它是不是發生的 所以這部份怎麼樣去把 這個因為法制不夠完備 因為目前現行的法制 法還不夠完備 怎麼樣在這個 從這邊來開始進行 對於相關這些 不管是對於土地的 流失這樣的一個儀利 當然這個是一個 也許看什麼 認為不是 但是站在它整個 因為原住民族的 傳統體義的法式不是那麼快 因為法案還沒有通過 但是它會一步一步的流失 那怎麼樣在這個一個階段 能夠把它做一個 這個 因為整體性的原住民族土地發 要通過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但是在怎麼樣在這樣一個 這個 希望我們在這個相關的幾個 對於原住民族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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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這兩部分是誰的 有嗎 你們有攝影記者的證嗎 有有有 主席 不是攝影記者的證 好 主席 這都你們 是 好 主委 主委 好 主委 這有幾個問題 我請問一下 關於 F-R簽訂生肖 所以 這裏把我們收清單生肖三年多來 在 大陸市場的戰友裡 好像有除夕下往的情況 引起民眾對 原法實施成效 好像 有所足以 這裏我們說明 早說清單的消息因 過來 題目 不是沾 看 其片面的實際 有時候 看錯方向 也有判斷 那當然 直接 讓 媒體化妝夫 那 民眾 看法 當然 這裏我們 有一個感受 適合 陸委會這邊 應該要 儘速來澄清 地方最早說清單 失效的一個傳統 以免影響國人 對兩岸冒血液的看法 這些都是息息相關 因為這三年多來 我想也是 事實要檢討 要法的成效 是 在一個 行政作業方面 因為剛開始跟大陸的談判 有一個啟動 經營方面的分數 或是大陸這幾年來的一個 整個市場的一個成長 都達到百分之七 其實 跟法方面 台灣有受益 但是有時候相識比較不相 瞧不見他 歸不足道 所以 這一方面 你主管陸委會 你怎麼樣來面對評論 怎麼樣來要來 說清楚 講明白 有時候 聯體方面 依據大陸官方的一些 統計事務 所做的一個報導 但是 可能就影響到 國人的抗議 對於 英法 書記信息 對於胡茂 因為英法的問題 的陰影 是 產生一種排死作用 所以這一方面 你說比較 當然有充足的時間 謝謝委員 當然 經濟上 經濟部是專家 但是就我們 對早收的了解 早收這個部分 它事實上降稅 省下來 這個關稅 也是白花花的銀子 這個部分是具體的事實 就是說 從 EFA早收清單 生效到現在 我印象中 累積我們節省的關稅 就是本來假如 沒有早收清單 我們要付給大陸的關稅 累積起來 應該已經有十幾億的美金了 大概有十五億美金左右 這十五億美金 是白花花的銀子 我們省下來 本來要交給大陸的海關 那現在不用交的 這個是一筆大的數字 但是為什麼市場佔有率會有變化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 當然有很多 就是它不是只有關稅這個因素 包括其他國家競爭力變強了 或者說經濟環境的改變等 都有可能會造成相關的因素 那委員剛剛講這個市佔率 其實它也是在變動的 比如說在有一段時間 看起來我們的市佔率 在大陸好像變低 可是隔一年又變高 比如說在101年的時候 看起來市佔率7.3% 到102年就會8% 所以美國101年到102.4%就上升 所以市佔率當然這個 我們要努力來協助我們的廠商 去拓展市佔率 但是無論如何 找收這個省下白花花的稅金的這個因素 這絕對是對台灣人有利的 這也為什麼就是說 早收項目太少了 為什麼我們需要擴大這個 能夠節省關稅的這一個做法 就是自由貿易的一個做法 因為這個貨貿跟福貿 都會讓這個台灣可以把一些 不必要的這種支出可以節省下來 當然這不能說這一件事就是萬寧丹 好像說稅金省下來 就一定到大陸市場會所向無敵 事實上還有很多的因素 但至少我們是在幫助台商 可以把本來要交額外的成本 我們把它省下來 至少會提高它一些競爭力 我現在的替你來讓你說清楚 講編的部分 也就是讓你應該比較簡單 口語化 就像說在網路裡面用人包的方式 讓國人更加的清楚 不是說你現在你清楚 但是大家不清楚 那大家對於 安法早說今天生效三年多來 他們始終的想法就是 本集提出來的質疑 所以說你屬於 有將這方面 比較口語化簡單易懂的 能包的方式 在網路裡面再加強一下 謝謝各位 謝謝 那請回座 我請經濟股 你好辛苦 有關於 要把炒作禁單生效三年多來 那在大陸的一個市堂上 就是戰友一族西消滑 剛才陸委會王主委 已經有說明 那你站在經濟層面方面 所以談判你們是 可以說 來來來來 戰友的分量很重 那 其實呢 國人在大陸方面 國人在大陸方面 的這些台商 也相當用心 但是 跟疫情 疫情的這種 戰友力 我講落差很大 那你們怎麼看 那你們有沒有去掀討 有沒有去來 讓國人對方面的質疑 能夠 來有所交代 你說明一下 剛剛王主委 已經說不清楚 過分的 事實上 中國大陸的市場 是全世界各國都非常感動 現在經驗的在進行 那麼 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力 是全部產品產量的 可是 我們早收產品的市場力 是非常反昇的 關鍵說 我們早收產品 因為有ECFA早收的產品 它則在中國大陸 它免得股力的關稅 有更強的競爭力 那麼 今天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ECFA能夠 獲得到所有產品的話 那當然 我們 對我們廠商的縮益 會更大 那麼我們競爭力可不可以高 當然會有罪應 我們再這麼大陸 我們 本身的意思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民眾對於 我們 要反早收青山的成效率 沒有達到那個 青山的成效率 所以才會有這樣 民眾 不管是顧接也好 或是 反彈也好 或是期待也好 所以說 崩潰不精 尤其 民眾 這是要 必須要 一個 認真的事 但 不一 貿易協議 從來 就只是說 把民作當 的一種攻擊 至於說 如果有分民 靠的是其他的一個正存攻擊 以協議 不是 軍 導應 為國 認為兩岸 暴力協議 是 或是 反對自由化 此種做法 只會讓國家 停止 以前 沒有 那法 應該台灣今天會更慘 這個 大家都知道 只是說 這些成效 這些成效 民眾 以及台上也好 大家 針對 大陸官方 所統計出來的資料 做一個認知 做一個了解 他們認為 這個占有力 可能也是 影響到 他們的成效 那 這一方面 本席的意思是說 剛才 陸委會這方面 要如何 來 來 降加說明 而且 要有 比較 口語化 簡單 易懂 就像說 在 網際網路裡面 有一個 藍人包的方式 來說明 才不會讓 國人 對於 那法 其實 今天沒有做 還會更慘 但是 他們不這麼忍 他們認為 就是說 推動 千十六話 根本 一點成效都沒有 好像 門戶大開 隱藍住水一樣 好像我們 很白 遭受很嚴重的損害 那其實不難 所以 本席的問題 也就是說 你經濟部 正在一個指導的立場上 你們怎麼做 你們怎麼樣來加強先導 這個方面 加強怎麼樣 讓國人更清楚 你有沒有再補充 沒有我想 當然 國貿易這部分 不會 因為我們是知道 比其他國家更好的待遇 而這部分 不會將能先導 然後從此 我們也有機制 來協助我們的廠商 剛才國貿易的時候 協助它如何開拓 中國大陸的市場 是因為 貨貨這部分 剛剛我也提到 給您說一件 如果 ZECFA 沒有找出更重要的話 當然我們會更強 那麼 所以說我們現在 要把後續的貨貨 我們希望能夠早點完成之後 讓我們的廠商 有更好 沒有配方 找出資料 主管家庭上 只在我們所有 香港的百分之六人 將來如果說百分之百的 商務能夠爆發 進來的話 那 在做過大陸的競爭力 會發展進去 那我請教你講 其貿面臨 協助的問題 奉何世紀的一個 抗議行動 到現在 年紀踏步 你認為 我們要怎麼做 面對 我想我們行政部門 會 律師的檢討 然後看我們 有沒有什麼 配套措施 來做 來消滅 很多人的疑力 你有沒有辦法 重啟懲判 我想 這部分 要跟對方有什麼問題 那你有沒有 這方面的一個 性質 會 你有沒有 這方面的性質 會很實際 海上不勝 因為大陸 我們現在 台灣的動態 因為面對 國法的問題 口齒不全 好像 有所反彈 但是 不推動的話 台灣還是會更長 那要如何 在這個 幾乎引上 讓大陸也說清楚 你們 也應該 透過這個時候 危機就是轉機 好好的利用 危機就是轉機 以你們平常 經濟部跟大陸 沒有法的談判經驗 你們有沒有什麼樣 好的 檢安妙計 沒有 沒有 四手無策 沒有 一片做說明 當然 我想 最後也是白色 好 直接打了 接下來林昌明委 林昌明委 我們休息 十分鐘 好不好 好 主席 有請 有請 入委會 主委 還有 還有 主委 好 蜂主委 我想 這個 胡茂 在整個 這個過程當中 你是從頭到尾 餐廳 你是相當了解 是不是 對 對 因為 不過胡茂是從 這個 這個 早收清單之後 民國101年 就開始啟動的一個談判 是 那 簽署是在去年六月簽署 那這個過程當中 至少有兩年多 對 兩年多的 所有的胡茂 包括早期的 都是相當的對外 包括所有知識媒體 一旦一載 一再的 再做一個說明 對不對 沒有錯 可是 這個社會當中 我想我們也做過民調 也有基層裡面 在 我們來自基層 聽到的最多的 就是 什麼叫做胡茂 大家 對於最大的疑義就是 不了解 是不是 這個部分 的確是 需要努力 就是說 這段時間以來 包括入委會 經濟部 及相關單位 其實也做了許多的溝通 跟說明 那當然 黃主委 是 你說努力 過去 大家沒有努力嗎 應該有 的確 因為服務貿易 這個事情 服務貿易 簡單來講就是 在服務貿易 其實那時候我就已經講 它下面有服務貿 所以 EFA那時候支持 而且EFA那時候有修法 好 那事實上 按理講 大家應該對於 接下來有服務貿 貨貿 還有針對 解決機制 事實上是了解的 這個是 這個EFA就是一個框架 沒有錯 框架什麼 這個包括裡面 它的所有魔法跟理念的細則 是一併的嘛 對 那為什麼 會有這麼多人說 不了解 不了解 你們又說好 那要怎麼樣讓這些人了解 這個方法 你們去思維過 呃 跟委員報告 其實有許多疑慮 是出現在一個恐懼 那個恐懼就是 什麼叫恐懼 譬如說擔心 大陸會大舉來台 對 那這個可是 因為事情還沒有發生 這個 這個講了好幾年 有沒有發生 沒有發生 因為發的時候 就有人在講這個東西 這個就像支批證一樣 你相不相信 我想你要清楚啊 你所有的這個內容 你要具體讓人家了解 啊你就一定要做事 要不要對症下藥 是不是 對 那對症下藥 請問 胡茂這是什麼症狀 因為 因為對一些 什麼症狀 確定的恐懼 啊恐懼 為什麼沒有恐懼 呃 當然這一部分是 我們 政府部門要 我們兩岸山東已經幾年了 從2008年到現在 2008年之前又有 小 沒有小山東 還是從 對 三地過的 已經幾年了 對不對 是幾年 台商 台商 台商在大陸投資 有多少人口數了 呃 也是相對 台灣到大陸去觀光旅 有多少了 七八百萬人 對不對 包括所有的兩岸的事務裡面 他們來到台灣的這個觀光客有多少 這也是大概一年有約兩百萬人 啊對啊 為什麼 現在還有這種心理的恐懼 你們去想一下 看一下心理醫生 要不要 到底這些是不是 就是 要對症下壓 你說對不對 是不是 哦 對不對 溝通 沒有辦法 就用通溝嘛 讓他們了解嘛 啊你要 你說 為什麼 收一套做一套 在哪 如果有質疑的話 為什麼他們能夠 照大陸去 他們也在做生意啊 無所謂 所以大家都是為了台灣 為了兩岸的國 其實福茂並不是只有 只有針對兩岸啊 我們是希望說 要拓展到全世界 只是大陸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我們也不能放棄 這樣 不是不能放棄啦 這個國際間啊 就是我們都已經知道 政治 是凌駕到任何一項 對不對 我想 政治學領域就是說 應該 我們要 要讓這些 喔 這個兩岸的關係 這個 國際性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通 以後 我們才能夠 要怎麼樣 從經濟裡面 去 走到這個 國際間的一個 大家的一個 機制的互動 你說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相信說 如果 這個ECFA整個 整體能夠把它完成的話 對於我們加入 其他的區域經濟整合 跟其他國家前衡 MPA都會有幫助 現在國際間都在整合嘛 歐美在整合嘛 東協在整合嘛 那台灣有這種本錢 不去整合嗎 不可能 因為我們是 那他們有反對嗎 呃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很多其他的國家 會看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不好 不是啦 在一堂有反對說 這個叫做經濟整合嗎 沒有沒有 對啊 沒有經濟整合 為什麼會反對 這個原因咧 你懂意思嗎 是 探討嘛 是 這不是病 是心理病 政治因事嘛 對不對 那你看看 現在目前 連這個 這個 政治因事也介入到整個 自由經濟示範區 你知道嗎 啊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目的是 是要相關的配套 對不對 啊你相關配套 好啊 目前來講的話 胡茂 不敢說 完全都沒有 受到影響 任何一項的政策 都有他的利弊 如果利大一弊 我們要不要去執行 應該要 那如果這些小問題 我們要不要去防弊 要怎麼去做 政策來協助 還有來補助 或者是短向 這樣子 對不對 應該努力去 對啊 我想 我們 跟對岸 兩岸的智慧 大度應該是足夠 對不對 現在時代不像過去了啦 過去那個 那個 封建時代而且 是 沒有開放 所以會造成 兩岸的人民的質疑 那現在都已經開放了 如果這些質疑的人 我們是不是也讓他們 能夠了解 希望兩岸的交流 把他們的經濟體 跟我們的經濟體的結合體 能夠讓這些 能夠展現讓這些 所有企業界 甚至於包括大家所 會擔憂的就是 農產品八百多項 你知道對不對 那如果說 大陸農產品來台灣加工 只要 按照比例數 跟台灣能夠結合 那何其 都不為 能夠帶動我們的基金 我們的農產品 也可以銷售到大陸 來結合 透過兩岸的關係 因為我們的農產品 有時候少量 對 要有保障 對不對 這個他們也是很 他們也樂於接受啊 那 這個還有什麼質疑點呢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 我們應該 包括 現在目前 就業力能夠提升 福茂 下去 我們就業力能不能提升 因為如果 一方面 大陸市場會創造更多的機會 另一方面 陸資來台投資 也會刺激台灣的經濟活動 台灣的經濟活動 熱絡 這個就業市場 會變成 是啊 這個 這個整個 經濟協定義就是說 如果 你這個市場 是強項的 那你必然流通力 你的獲利就會增加嘛 在目前來講嘛 包括醫療 你看這個奇怪 如果 我們能夠增加 一些 相互的合作 那這個 能夠帶動 多少的就業跟商機 帶動多少的經濟體 多少的觀光體 而且 我們又在關稅裡面 能夠平衡 讓兩岸 也能夠增加 對國際的競爭力 並不是我們跟兩岸而已 如果 胡麻簽了 包括美國 他也是 17萬 歐盟 也都計劃在 你胡麻通了 歐盟都可以通啊 包括 本來也是 加拿大這個國會 的一個代表 我們跟他談了十幾次啊 他帶了十幾團來啊 他也說啊 你台灣現在目前卡在胡麻 那我們要怎麼樣跟你合作 這是一個關鍵 對 這是一個門票嘛 讓大家有機會 能夠在國際跟人家做一個競爭嘛 那我這個主委我想 是這樣子啦 我建議啦 我希望不只是陸委會 你應該建議行政院 要把所有這些 胡麻的細項 包括ECOVA 這個 這個整個機制裡面 有多少的利弊 用口語方式 尤其是 中南部 讓大家能夠了解 什麼叫做胡麻 也沒你恐懼啊 就是本人提的 要對症下藥 好不好 謝謝 讓大家沒你恐懼 真正能夠了解 不要是政治因素 反對或反對 對不對 我想這個什麼 這個哪有黑箱 那我們可以如果說黑箱的話 公開來審議啊 好 也希望透過媒體資訊 大家共同把利弊的這個分析 大家做一件證嘛 數據拿出來嘛 是不是 對 我想大家都是 有足夠的證據 大家都能夠面對 整個國人的 檢驗 檢驗 而且 敢勇於負責政治責任嘛 是 就像過去啊 對不對 ECOVA要通過 也是百般的困難啊 結果ECOVA過了 台灣了什麼事嗎 有什麼影響嗎 對這就是我剛剛說 有一些 因為還沒有發生 就會有一些 很莫名的恐懼 然後自己嚇自己 這個就像 詐騙集團一樣嘛 沒有辦法把你手動 你怎麼得到你的這個 啊 這個利用 這一樣的意思 那 我想 我們在民主政治 已經這麼久了 我們也不能讓少數人 用這個手段 來做為一種 噗 好 口語化的 對整個人民的一種欺騙 那這個等於 對國家的一個影響力 是相當大的 台灣的競爭力是相當 還有優勢 可看性 那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在整個 齁 要求的規範是 盡速 台商的投資保障協定 你說對不對 對 投保協議已經生效了 齁 那這個也都在執行 那有一些台商 遇到的爭議 也都有進一步有窗口 就像這一次的這個越南事件 你看 就是欠缺了台商投資保障協定 我希望我們有利的 應該讓 歐倫多人會了解 因為越南那一邊 之前的 我們台越的 投資保障協定 是比較早簽訂的 所以可能 現在在一些情況 當然這比較適合 有低路來說明 但是 我想我們會努力 尤其在兩岸這一塊 這個委員做 這個瀕臨的 就怎麼樣 我建議啦 齁 應該要改變方式啦 不要老是在那邊 消耗內耗 好不好 很像這一位 好 那個我們休息十分鐘 跟印證 他們的這些 就獲得到任何的賠償 或補償嗎 1998年的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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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那死了蠻多人 有一些 那死了蠻多人 那死了蠻多 但是有沒有 商店被砸 有沒有這個 工廠被砸 沒有提出賠償 沒有提出賠償 好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在台灣跟這個 越南 這次因為省次長去到 越南 那接下來提到的下一階段的 新回合或是新想要重新啟動 台越的這個投資保障協定 那目前為止我們政府 準備 我們事實上已經去年就 越來越重 好 會談展開的 就是先出貨的接觸 非正式的接觸 我當然希望說 如果說能夠談的 就是之前有談 談判也成功的話 那現在當然是這次碰到 不過因為這種事情 不是任何人預料得到 所以我希望說 這個部分能夠加快 市長我們也以這次為例子 我們有 我個人都去先決定 來做 還有 必要做貨的代表 是 再次強調 我們窗戶要簽這個的重要性 跟必要 是 好 謝謝市長 接下來請黃書 好 主委您好 這個 我們現在貨貨的談判 會談還正在進行 貨貨 是 那主導是經濟部 是經濟部 是 好 那可是跟社會溝通 是入委會還是緊急 我們大家一起 一起共同承擔 好 那如果是這樣 我先請問一下 到目前為止 這個貨貨部分的這個 跟業界 產業界 都可能會受到衝擊 各行各業 因為貨貨的範圍也滿多 對 這一類的溝通 的模式 是尋服貿的模式 還是尋這個 我們目前這個 還在立法院審議中的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裡面的 政院版的模式 那是尋什麼樣的模式 好 跟我們說明 那當然因為 福茂在去年 東京立法院之後 社會長有些爭議 所以 包括陸委會 經濟部 我們相關的部門 都有在檢查 公眾溝通 跟國會溝通 是 那公眾溝通 包括產業 跟一般大眾 那有一部分 我知道經濟部 在產業溝通已經開始做 已經 這個相關 相關連產業的 溝通 都已經開始進行 那我們也打算說 這個 逐步開始做 其餘的工作溝通 以及國會溝通的這個部分 那 至於您提到階段的問題 因為 這個 目前 這部條例還沒送審 現在還沒 還沒發到內政委會 還沒有成為法律 但是 我們現在都是秉持著 類似的精神 所以我剛剛講說 是不是選政院版 就是說 政院版 精神 或是政院版的這個做法 譬如說 政院版在溝通 在談判前 是怎麼做的 然後這個 談判中是怎麼做的 甚至在於這個 就是 建設處於談判中的階段 對 現在在談判中的階段 所以我們在公眾溝通 跟國會溝通方面 大概現在陸陸續續 已經開始在進行 那我們剛剛跟我們 有尷尬的說 總之 會跟過去 備受 爭議的 或是有些 有些 社會上的一些 一些 不滿的聲音 這種 無貌的 這種 共同活日是有點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從 服貿的過程 也學到了經驗 未來會在 公眾溝通 跟國會溝通方面 會加強 那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的這個 因為 陸委會過去已經 陸陸續續做了 好幾次民調 就關於福貿的 民眾對福貿的了解度 跟這個滿意 說的知識度 最新的營料 你在做 我現在手邊 沒有一些這些資訊 因為 我們在去年十月有做 十月 然後 七月 給藝術 我跟委員報告一些 那個最新的是 今年四月 今年四月在做 學運之後 當然在這一邊 就呃 呃 呈現的就是像 服帽的部分大概 支持福帽 ける 支持福帽 百分之42.5%, 不支持簽 百分之四十 所以是非常接近 對 對,好,可是問題是說,這個部分,當然這個民調的部分是在,是動態 那我希望如果說政府能夠真的,你就說,你剛剛講說跟國會國以後 國會已經引起這麼多的爭議在野立場,執政執政立場 那麼跟公眾溝通的部分,如果不能夠,夠有效的話 那當然這樣的支持度,不可能提高的 我們會努力改進,對,沒錯 所以我覺得其實某種程度,當然剛開始的時候,學生是講說這個是黑項浮貌 可是到後來,騰出浮貌的本學,我覺得其實還是有一些爭議的 那這個爭議,是不是到最後,這個浮貌協議會到什麼樣子的部分 這個其實大家都,也還在為理解 那我們總希望說,未來的這個,過貌或未來的兩岸的協議 不要再有這樣的一個,比較有引起很多的這個奮爭跟爭議的政策 謝謝委員提醒 好,那接下來我可不可以請問,經管會今天有來嗎? 有一位處長,謝謝主委 經管會 賴處長 處長,你好 其實這次浮貌協議其實是受益最大的一個產業之一 好,所謂的受益,就是台灣的銀行業 可是你們確實說,因為這個要節省什麼國家資源,所以不需要在這裡溝通 你們跟報告為什麼這樣子? 你們覺得是怎樣? 是說,反正都得利了,所以都不用等,可能產業結果 都會業者在自己溝通 對啊,你們這個書面包啊,你自己去,你又看過你們的書面包 有 你們上面寫說,因為這個部分都,為了節省資源,就叫我們經濟部去溝通 經濟部去溝通 經濟部配合經濟部一起溝通 而且那個,我們自己有土地有班的三場,可以溝通的溝通 去到中國現在的一個情形,已經有尋著,還沒有定案,就是還沒有經過立法院審議通過的這個不貿協議 剛簽出來這個東西,已經有台灣的國英已經到對岸去,尋著這個規定,獲得陸方的批准了嗎? 中國中方的批准嗎? 接下來 進度是如何? 在批准的方面,我們都持續在各一團的申請方當中 但是,主要的一個承諾,比如說是通過WTO,這個PLUS這個地方 那大陸方面很多人,現在的還沒有這個貿貿公司,在台灣的幾個開放 特別是在這個一團,證券期貨的一份長,一定超過百分之一 那這部分也說明,也就是希望能夠盡情爭取,希望能夠盡快,如果夠不貿協議 然後也能夠,能夠進行在中國這邊這個大陸的行程 其實我覺得其實,當然對不貿而言 所以,我剛剛講說,在最後的審議結合,我還在文定出現 但是,這個整個審議的過程,我覺得其實金融業,目前為止看起來是受益 可是問題是受益的一方,跟其他受害的產業,受益的產業跟受害的產業 中間是有落差的,受害或受衝擊的產業 其實他們在,這個金融產業在賺錢,在獲利 如果真的,它競爭力夠的話,它可以獲利,它可以賺錢 可是事實上,其他的產業,有些是很多庶民的產業,是會受衝擊的 那麼,這個受益跟受衝擊之間,沒有一個,結果反而是國家用我們納稅人的錢,來補償他們這些受害 應該是從受益的這邊,有一個機制,來拿到賺了多少錢錢 有一部分要回饋給國家,回饋給這受害 所以說,這個所謂的企業的活力,事實上,幾多的金融從業人員總共佔了,到75萬左右 所以不管是企業活力,或是從業人員,幾萬兩千三百萬 對,75萬的從業人員,就往這個企業當中獲到 對啦,所以我跟你講說,譬如說,不能只是這邊老是賺錢,那另一邊呢 其實我覺得其實,讓民眾覺得說,這個部分是有點衝擊的 當然,這部分包括在不冒協議本,就是反而是我方這邊 我們自己,只要去平衡這些所謂的資源,或這個資源的流動 或是說,這個利益的,這個利潤的流動或流動 我覺得其實這部分可能是,大家會覺得說,有些人覺得分分不平 然後,為什麼你們開放,你們就得到好處,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些產業,我們要跟著受害 我覺得其實,而政府是拿所有人的錢 這個,你納稅人,成立一個基金 成立一個受損害衝擊的基金,900多億 然後來,這個做,這個部分坦白講 是會讓人家覺得說,有點不妨 我想,政府會站在這個整體的基金環那裡,有一個多的 當然,我們希望說,整體是整體啦 但是,這個整體,有些人說,覺得說 有些特定的人,我告訴你,特定的人在賺錢 特定的人在賺錢,為什麼不從特定這些賺錢的人 所賺的錢,拿到一股拿出來的部分 這部分,可能是切得到立法院,可能切得到 這個政府行政部門之間,可能還在做思考 好,謝謝所長,謝謝 好,接下來了,楊貴華,楊貴華 Renovo,葉菲,楊貴華 增長幅 月經 請問 主席 今天招開 胡茂協議的釣業狀態小組 基本上對 釣業小組的 這個 成立屠成 精神本席 是屬實 我得贊成了 但是在這組 我一直跟主席建議 那整個時間上 因為剛剛 非幾乎確認 已經維護到五月才成一號 那時間上坦白講 好像你現在還是過 所以本席的建議 有機會 是要變會的立場 來召開 這個調業委員會 因為我一直在跟主席 因為不怕是聯繫會議 是幫個委員會 所以幫個委員會 來用小組的 來行一個調業委員會 致死 所以假如有機會 來弄一個調業委員會 所有110個委員 來出 以法定委員會出席 那每一個 被調業對象 可能他會更積極更謹慎 所以剛剛已經認為 沒有立場 所以為什麼有人沒有立場 那是不是對我們 人家的小組 現在有一點點侵蝕 那如果用標業委員會的話 那我相信 每一個人都沒有立場 穿得很積極 所以說 透氣味 可以用標業委員會來 讓我們一個代表性 以及各受監督單位 的積極性 可以跟掌情出談 我大概 心理想的這個感到 那個主席師傅 請那個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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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今天 吳罵監督 吳罵的這個 協議的 南丐小組的開會 那本席的開出很深 其實 很多吳罵的事情也要 吳罵的事情也要 除了爭端情形這一塊 一直沒有辦法解決 在早收清單 以及 在 投資保障 在一個晚以後 比較有鮮然 能夠 很明確的 來回覆 海上 事實上我們現在 有很多思考模式 一直想說 投資保障 早期的話 假如這個事情 很早就在做 兩岸很早就在做 但是 兩岸一開始 大陸因為 他是社會主義 共產制度的 經濟 所以一開始 他們沒有 沒有 沒有私有財產 那我們是自由經濟 做得很成功 專線改國路台灣 經濟企機 所以我們一開始 開放的時候 我們提供了 大量的資金 大量的管理 真的 政府說 建築用人 不要去 還有大家都拚死 那時候的優勢 假如那個時候 要監獄的話 我就覺得主導政府在往 我們治理 不然我就想 我們都要進去 或者我們當時 也不要 甚至 刷錢 刷技 我沒怕 我就設定在 廣州 廣東 或者是福建 或者是浙江 或者最多到上來 我就目標定在這裡 那 當以後 這二十幾年來 台商人也想得 他會很有效的 很積極的來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 兩岸啊 就一直通 一直在做 那我是這麼一個 只不過啊 把一個 原來在做的事情 現在啊 把它署名化 你孩子也知道 那尤其是對於 這個投出寶藏 投出寶藏 以及啊 將來爭官姐姐啊 那爭官姐姐 將來就是 副社辦處處啊 那尤其對於 副社辦處處 這個部分啊 我自己也有很多感受啊 因為很多台商啊 欸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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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還有一點,在去年的11月份,台山總會長叫郭三輝 他到了我們立法院,來拜完 won't get it,我們在一起就像林草草 不要讓他媽媽 郭建民總高 民進黨長大理 郭民進黨長大理 郭民進黨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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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已經 以重心來不講 那我就覺得奇怪 你們就生理這麼好好的的時候 是不是啊 大陸啊 是要求你們回來 要求我們啊 要趕快啊 通過 這件事啊 我來幫你講 我身為一個啊 在台灣的國會議員啊 我也難接受說 欸 你派一個人來啊 叫我們在國會的國會這個案子啊 後來啊 他們在會議員都特別提出 因為我們可以深深的感受到 現在啊 很多海外投資啊 包括大陸 他們都把很多投資案啊 移到越南 最近的話 這個越南啊 這排華 他們也是在走這個路啊 所以排商他們現在為什麼呢 他每次都講出心理的話 你說喔 我們在那裡還做啊 這個生產事業啊 真堅困啦 沒什麼漢錢 漢無錢啊 其實說喔 我們這個富財也能夠過 我們在那個地方 人頭都喔 人民 人頭 我們都熟悉 地下我們也熟悉 我們來跟台灣的檢查 結合啊 來做服務業啊 對台灣的經濟 跟這個服務業 因為在服務業這一段啊 我們還領先的 有啦 包括前來的金融事業啊 尤其啊 在第二線城市 第三線城市啊 來做什麼呢 來做嘛 真正交易 正正面的 一塊錢來幾號 是還有很有機會 很大啦 他說你沒有經費 啊 說在這裡 沒想到那裡啊 不是 那在上面這裡 沒賺錢 啊 還跟當地的經濟 也沒有那個 台東也是在移除啊 你服務業 你剛才喔 趕緊的方位 所以啊 我包括說啊 很多學生啊 誤會我說 出利 我出來怎麼會有台車的影片啊 這個啊 不是我去找他 他會到立法院來找我什麼的影片啊 啊 事實上我現在心理上啊 啊 有一個疑點啦 也說你這個六十 包括這個六十四項 吳浩的這個六十四項啊 啊 早就上路啊 二十幾項啊 沒有的時候 以前都可以做啊 其他的話是十幾項的時候 你們就是繼續做這樣就好了 我剛才有說 降低關稅 包括好辦法也是一樣嘛 你們就是他 早收清單 啊 再向我幫他衝衝說 啊 本來是幾項幾百項 啊 你把他衝衝幾十項就好了 不然的話 我常來跟你講啊 現在五報喔 這個大家 國內人啊 對這個五報有所顧及啊 啊 戰股的宣傳就不過 啊 你現在啊 在這個短時間 剛剛都過五報啊 我是真的 機會不大 啊 要通過禍報 機會也不大 啊 你就早收清單 你就一直過了 如果把他衝衝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就好了 能不能單純在早收清單 因為他那個是談定 而且現在是到稅 還是要通過法 因為當初EFA早收清單 也是送你法院議決的 所以 是不是單向就可以開始 不是 現在就是這樣嘛 你早收清單的話 你送到美國議決 啊 你就講早收清單增加 嚇壞了 貨品嚇壞了 是 因為那個部分是貨貿 而且 這個 這個當初就是講 那是先處理的 然後 其實這就跟現在貨貿 真的還遇到的情況一樣 就是說 這個 到底我們堅持了 他們幫不幫你 就其實問題會差不多啦 因為那個貨貿 就欠到降關稅的問題 那福貿 基本上不是關稅的問題 而市場開放的問題 所以 大家還是應該 那我現在不 這個時間問題啦 我就請問你啦 真端解決可以不夠先談嗎 都一直在談 我的理解是都一直在談 都貨貿 真端解決 雖然還沒有確定 但是這個 談判 協商都一直在進行做 那我現在 是比較 因為這個 監測條例 我們都檢討了嘛 先立法後審查嘛 但是這個 監測條例 要貨也沒有那麼 那我選擇嘛 因為考了快點決定的話 還是沒有進步嘛 所以我是想說 顧色判這個 真端解決的 有沒有機會啊 你們有沒有這個時間給阿信 先把它談 呃 其實因為 呃 持續在談 那什麼時候 持續在談的話 但是 你持續要到一個 你要那個時間表嗎 呃 這個 因為這個 福茂、貨、貨貌沒有關的一大 對 其實 福茂、貨貌 正端解決其實是同步在談 那先談完的 先送立法院 那因為福茂先談完 所以送立法院 貨貌跟正端解決 因為還沒談完 我現在也沒辦法跟我們講說 我什麼時候可以談完 有點 我 我是 經理 我跟妳們 妳們在 要認清事實跟實際 好 貨貨、貨貌 這個在立法院 我可能也沒有 有心情說 我們不然就會談完 但是正端解決 你們跟這兩種沒有關係 什麼可以啊 先下去打嗎 先走 如果協商告一個段落 就可以盡速送立法院 目前好像還沒有 不是啊 你們那邊的話 要趕快去 有協議的話 才會送立法院 那還有一點 就是說 我一直跟你提起 就是說 這個19項裡頭的協議 有18項 你也送到立法院 現在的人在 那個 內政委員會 嘛 你們有什麼 頂到立法院 這樣來去執行 而且各 各 各部機關各部份都在執行 顯然你們也是 認為就是說 呃 立法院職員的請主 拿到立法院 市委員審查 嘛 所以你們就是這樣 啊 但是喔 我個人認為喔 就胡麻 的部分 欸 這個華 是 他是 對於啊 行政立法機關 喔 他應該 都有 這個可以適用 所以你哪個可以 把他拿去實施嘛 啊 當然你當時在 總書群啊 你有去 你跟 你跟 曹擬審查 做一個紀錄嘛 齁 要審查完畢 對不對 齁 啊但是我個人認為 這個啊 曹擬審查 跟 直接審查 61條 顯然啊 有進步的問題啊 齁 有沒有機會的話 提出大王 但是 說 假如我今天我提出的話 我就去實施 齁啊 那是啊 欸 你的學生被學生殺 但是我反而有 比一天三個月啊 那兩個三個月 再一次也是 兩個三個月啊 對不對 啊這個裡頭有沒有進行 喔 沒有進行 啊你們行任基本的話 有沒有機會的話 就這個婦女主 那我來解釋說 欸 啊不然你已經是 市議已經在做的時候 喔 是不是 是進行的問題 喔 好 謝謝委員 我們研究一下 好 好 好 那你像我在說什麼 是不是 請你結尾 那你提案啊 我們八個委員會 張建東委員會 要不要 張建東 那八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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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七個委員會 沒有啦 那你有沒有 對政委員會現在 有提案啊 對不對 你說這個人家 快來拿 這張公司 那九個委員會 有一次的說 陳昭尉把你結幼 你也不一定 不一定 來 你拿下 也不一定 這件事情 來 請 請 主席 那個 有幾點喔 我想在這邊理清一下 就是 福茂當時簽的是 是全部就是 我不懂 為什麼只有 內政委員會的委員可以去看密件這一塊 因為這個東西是大家一起連勝的 可是只有內政委員會的委員可以多去看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非常的對親民黨非常不尊重 因為包括親民黨其實一直以來都非常的關心福茂這個議題 可是呢國民黨的委員卻只說 像柳慧琪親民黨委員在這裡 然後呢全程都參與 所以呢親民黨說福茂是黑箱 對國民黨是很不公平的 那這個部分我是不是在這裡可以要求主席跟所有內政委會委員 就是可以讓親民黨的委員至少有一席可以代表親民黨 包括就是支持親民黨這些人可以去了解到底福茂到底是什麼 到底整個談判的過程到底是什麼 那不然的話國民黨委員在內政委員會也有 國民黨也有民進黨也有台聯也有 那今天我不懂是親民黨委員還是支持這些親民黨的民眾其實都不是人 還是他們的意見都不是意見 那所以在這裡我是不是可以邀請主席跟所有的內政委會委員 是不是至少可以讓親民黨有一席委員可以代表親民黨跟支持親民黨的人去了解 實質這個所謂的密件到底是什麼 還是說真正的整個評估實質內容是什麼 我覺得這才是對人民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尊重 那所以 我回覆一下 按照我們那個 立法院之前寫實法立法章文件調閱制服 第五十六項委員 查閱人員的憲證跟遵守的事項 裡面寫了 立法院所調取之文件 現有各該調閱委員會 調閱專案教委員會 或由院長指派之專業人員請成查閱 所以 你不會覺得這個不審 立法院之前寫實法 這個應該要學吧 但是現在的規定是這樣 而且當時這個服務其實 部分喔 然後 那剛剛張建中委員會說 我們發了一個機會 要請調教你 我是很支持你 張建中會叫出來 對啊 那是不是請 就是 我們發的委員會的委員會看得到 對啊 因為這個是聯席的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只有立法院會的委員可以看得到 那基本上 正對親民黨議員 是一種 藐視跟不尊重 那還是說 少一個黨 這樣子 就是分裂的意見會少一點 所以這個部分 八個委員會的聯席會 主標約小組 張建中都同意 我們來聯席 好謝謝主席 那我等一下就等 那個 張建中委員的案 但是在這裡我們還是嚴正抗議啦 表示我們親民黨的不滿 跟認為說真的就是 差不多都是親民黨 跟支持我們的擁護 謝謝 你下次要請的 好 好 主席 還有在場的委員會 主席 還有在場的委員會 裏經理的政府官員 大家好 主席 中原部門員 大家好 首先 我很想聽這個 剛剛陳姨姐委員的提案 就是說 事實上不滿的議程 其實是所有的委員 八國委員 是法國委員會 大家都非常關切的 那當然今天是由內政委員會主審 所以由內政委員會來提這樣的一個調閱的小組 但是呢 事實上調閱出來的委件 變成只有內政委員會的委員 我們可以看 那像我們自己在司法委員會 我們一直從頭到頭 非常關心這樣的一個問題 可是即使是委員 也不能夠去調閱 也不能夠去看這些調閱出來的文件 我是覺得說 對於這些委員 其實是造成一種不公平的一個情況 所以是不是由我們的內政委員會 能夠做決議 就是說事實上經過委員會的決議 他還是可以開放給其他的委員來看 因為委員其實他的資權是一樣的 所以我也希望是說 是不是能夠開放給關係的 就是想要來看的這些委員 他還是可以依照這樣的一個規則來看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這個主席 我是不是可以祈福了我們的國安 今天國安局 今天國安局 國安局 今天國安局 國安局 國安局 這一塊 那在你們國安裡面的報告 好像你們想說 你們事先找出一些的 國安的這個 影響評估 就位的評估等等 可是事實上 好像你的評估結果呢 是完全都沒有國安的問題嗎 因為事實上 不管是第二類的電信業 或是出版業 或是很多的業別 對不對 大家都對其實一直在擔心的 或是國安的議題 但是呢 不管開多少次的公平會 好像最後的答案都是 沒有問題 大家多慮了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是就相關的評估 送給各個政府 就是他們來做 這個這類的 好 現在這裡的問題就出現了 也曾經有部門告訴我們說 國安是國安局要去負責的 那今天國安局 你去評估這些國安的問題 你說好 你把你評估的東西 交給各個部會去 各個部會他不是你們 國安的專才 所以呢 他們只能夠去評估的是 他們的專業領域裡面 就像說好 今天國貿的 或是經濟的 或是農業的 他只能夠就他們的專業領域 去做判斷 所以今天對於國安的議題 你今天說好 我今天只是點醒 然後交給各個業務單位 去你們去做判斷 他們如何去做判斷 所以最後的結果 就會變成說 欸 這個國安局 你們說你們把這個評估出來 給他們了 那業務單位 他們就會說 那是你國安局的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 然後說最後就變成什麼 變成是 人民最關心的議題 變成是一個三部門的議題 所以呢 就會變成說 所有的業務單位說 那不要進來 國安局就寫出來 然後交給我 我們到附近判斷 那這個根本不是我的專業 我怎麼去判斷 然後呢 國安局不講話 他不講話 就這樣過了 所以這也就是整個胡茂的協議 到今天已勞攘不休 然後開了多少次的公平會 人民一再的提出說 好今天中國為什麼要接受這些的 表面上看起來是沒有任何利潤的 對不對 經濟部也在告訴我們說 安哪 因為來啦 沒有利潤的生意 國安局 他們也不會來啦 所以不會有大家這麼的 這麼的嚴重的問題 問題是在於說 那對於沒有利潤的東西 為什麼中國要挑選這些的 像說藍整業啊 像說這個美髮 或是印藏業等等 這些深入到我們社會最底層的 那這裡面就是 或是對於出版零售等等這些 事實上它已經進入到 我們生活的核心的最底層裡面 那這些就是國安的問題 對不對 那這些國安的問題 是你們國安局要判斷的 那你們講的是說 我們有評估了 我們教委各個部會 我們尊重各個業務單位 讓他們自己去做判斷 業務單位可以跟我們說 這是國安局 這是國安這麼專業的東西 你叫我業務單位如何去判斷 所以我們會判斷啊 國安局不講話 還要跟我們講 這個也不是我們的業務 所以就變成形成一個三部管的力量 那你們呢 你們是不是有所失職 事實上有 各部會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在匯同 我們都有超乎的一件 想來做 那反應的結果呢 沒有人理你們 當然沒有人理你們 所以嘛 你看嘛 業務單位說 國安的事情 是屬於國安局的專業 不是我們業務單位的 那你們國安局講了之後 沒有人理你們 你說這個業務單位要去判斷 他們不理我們 你沒辦法 所以呢 在這種提醒之下 我們看到 人民從頭 從不管是開公聽會 到今天我們大家 國民黨最喜歡講的就是 我們已經開了多少場的說明會 開了多少場的公聽會 但是為什麼人民還是不滿意 為什麼還會引起血液 這麼大的去佔領立法院 就在於說 人民在了告訴你 國安的問題是我們所擔心的 但是得不到任何的經驗 所以就跟你今天所講的 然後我們已經提出啦 跟大家講那個 沒有人要討論 我們國安局 我們自己的一個單位而已 我們能夠這樣子嗎 這是人民所期待你們 要扮演的角色嗎 他站在國安局的律長 就是整個我們這個整個議題 我們有風險 聽說相關的一個評估 因為如果是我們一個控告 可以讓我們來 進來以後 或者因為有些問題 我們還繼續來追 大概是我們的 好 那我請問你們國安局 有多少人 一千多個 一千多個 那當我們在開放之後 的潛力過去在後面不追嗎 所謂那個 那我們為什麼 無法化與未然 然後要大肆開放之後 然後再度出大量的人 去後面的去追 去後面的去不認 才會不認 這樣 先對那個 地方國安審談局次 我們也開了三次 邀請內部 要學者 我們將來也有風險評估 國安市 加上一個行程 奏法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報告 我們現在都問 你們自己說要簽 你們都簽沒有 好 所以你這些報告 這些後面的 後續的全部都已經有 把這些報告都送過來了 好 不過這個部分 也就是人民椅子 到天氣 到天氣沒有答案 好 就這樣會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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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法務部呢 法務部呢 法務部呢 好 好 那個教育部 好 教育部你們今天的這個報告裡面 你們有提到 就是說 教育服務店會列入 此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範圍 本部局就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議題設計 相關的內容表明件 那裡面提到說 法務部呢 為了研議兩岸服務法律服務業的諮詢的事項 那 曾經去諮詢說 未來有沒有有補考量中榜 與其一般大陸地區人民 只有大陸地區學歷證件 即可申請我方之大陸地區學歷產證 那你們呢 回覆是說 這個 大陸地區學歷採證辦法 一定是用對象要包含大陸地區人民 但是需要符合 經許可在台灣地區地區之先決條件 並且該部詳細說明 鬆綁一般大陸地區人民 持大陸學歷證件之原有及目的 但是之後就沒有接過任何的相關臺文 那保護 你們是打算要去開放這個認真大陸地區的學歷 在整個婚忘憶的這些事件 法律的這些事件 法律的這些事件 都不可能有採訪 所以當時我們也不可能 是否針對要開放更正確的民主 法律的法律 法律就是 例如像說在大陸地 有得到這個 那當現在有很多的台灣的人 跑到中國去年那一天的法律 你們現在是不是要準備開放說說 台灣的人只要在那一天拿到那一天的法學院 那我們就承認他們下一歲 他們就可以回來台灣考慮 需要或請等等 那你們保護那時候給教育部的這個文 你要爭取未來有足考量 鬆綁允許一般大陸地區人民 大陸地區的人民持有大陸地區學歷的證件 那就可以申請國方的大陸地區學歷的財政 你們那時候會發這個文區的目的是甚麼 這不是你主辦 一百零一年二月二號 101-041-046-05 所以也因為你們考量的結果 所以後來沒有在服務貿易協議 你們就把它放進去 但是你們就把它放到資金區裡面去了 你們資金區裡面把律師業開放啊 外國的律師那就可以來啊 那這個中國算不算是外國的律師 所以在這裡面你們是不是 我們看到現在服貿跟資金 是兩個相互違用 所以在服貿的沒過的 就跑到資金區裡面去開放了 就像龍山皮在服貿裡面沒有開放 但是在資金區裡面就把這個部位就開放了 你們資金區當然他還是要取得 取得我們的律師的資格嘛 對不對 你們資金區的這個部位 你們會造成一國兩制 但是在那裡面在資金區裡面 他可以給他 就像索得稅只要繳一半就好 而且他每面稅也都平足 而且他還可以用益力的方式來盡力 所以這部分呢 我想你放在這補他 然後接下來這個陳昭敏 這補他 需要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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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跟最多的會議 不想要是 除了職 什麼 非常 喜歡 先 多謝 difficulty 我趁各位朋友,我剛剛有學到會議長 各位辛苦了,今天在討論談笑兩個什麼貿易實驗的教育資料 那因為剛才有幾個,我們身有了解,譬如說我們機械的資料,哪些機制 那麼對機密的認定跟分級指令的方式,是有什麼樣的一次性的標準 哪些東西是可以提供,哪些東西可以提供 對,在跟機密方面的認定,其實根據相關規定,國家機密保護法 也有一個針對國家機密,另外有一些非國家機密的屬於公民機密 這些部分在各個行政部門,都是根據現行的法規來進行處理 所以大家應該是有一致的標準,當然就各案每個公文的認定上 那這是沒有一個部會的選擇 他們認為,這可能涉及公務機密堂就會認定 但他們認為不涉及公務機密堂,他們就不會認定 這是屬於行政權本身的固有權限 所以當時有所反應,然後客氣關聯也會有所交易的感覺 那剛才也有兩個提到,有些部門的意料 那內容是很公佈的,可是也有些很公佈 跟委員說明,我覺得以陸委會為例 陸委會因為在做決策的過程中,需要廣征民意 那爭取民意的各種途徑,其中一個是透過民調來瞭解民意的走向 但是這些民調原始設定本來就不是要公佈 我們有一些是定期公佈的,就是屬於社會重大關係的意義 譬如兩岸關係的走向等等 這個是長期十幾年來,這個都有公佈的民調 那有時候有一些社會重大議題,我們也會一開始就設定這個要公佈 但是事實上也有一部分是作為陸委會內部政策參考決策使用的 這種內參用的民調,就是在一開始設定的時候 就沒有打算要公佈 所以早上那個段委員說,我們對我們有利的,我們才公佈 對我們不利的,我們就不公佈 這是錯誤的,為什麼我舉實例 我們就是會設定這個是內參還是公佈 在一開始就會做這樣的一個設定 去年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 有一度就要求陸委會針對這個內參性的民調去說明 是不是這些內參的民調都是因為對政府不利,所以我們才不公佈 我們那時候就已經開記者會 我們沒有跟所有的記者朋友說明了 以當初我們做的某一次民調為例 我們沒有公佈的資訊,還包括說 比如說,國貿裡面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幫助 對拓展大陸市場有幫助 對台灣與其他國家洽簽經貿合作協定有幫助 這個有幫助都遠大於沒有幫助的 可是這種對政府有利的資訊 我們那時候也沒有公佈 因為我們只是一開始就設定是內參與我們資料 又例如說,我們在其他的協議方面 我們有時候也會用民調來徵詢提 譬如說,有沒有調查過關於貨帽 知不支持簽署貨,知不支持爭端解決協議 或者知不支持避免雙重課稅 地震監測跟氣象合作等等 我們都進行著支持度的調查 這裡面有好幾個協議的支持度 是超過六成到七成支持的 我們在那個時候,我們也都沒有公佈 因為它原始的設定就是給弱爾會做內部的政策參考 所以我們判斷的標準並不是說對政府有利或不利 而是在一開始就設定這是預定要公佈的必要 還是屬於行政機關內部使用參考的必要 來決定是否公佈,這才是真正的預定 我想這個接下來我要請教 因為貨帽的問題來理解 我們現在也要請問貨帽 有剛剛講貨帽嗎? 貨帽的問題很難貨帽 是不是有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也要請兩岸 協議的進行的調理 對,那有沒有可能 就是行政機關有一個思考的 像貨帽 可以把那個現行的機制 拿來利用 而且開始在進行 就相關的GOTO 相關的服務 相關的這個安全的檢核 等等 我們可能這樣子來進行 那這樣子也許 貨帽出來的時候 會各界呢 會多了解 我想當然這個是 這方面呢 是讓我們貨帽做進行的比較順暢 我們的產業能夠發展更好 但是國家的安全保障 做得更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是藉這個操作 一方面加強立國會議會很高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檢驗一下 我們現在的市場 就是建築條例 就是能夠完善 是 有 委員的建議事實上 其實我們也有在進行 所以像這個貨帽協議 雖然現在 港版協議 建築條例還沒有生效 還沒審常 但是我們現在就依勸 這個政院版的精神 那現在在貨帽相關的公眾溝通的部分 已經陸續展開 我的理解 經濟部已經針對貨帽影響的相關產業 開始進行溝通說明 那我們也打算在近期 針對國會溝通的部分 一定要開始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並不是說 一定要等監督條例 通過我們才要造這個法案 而是說 這個我們既然是 自己提出行政部門 應該要遵循的一個 溝通的方向 那我們從貨帽 這個以及像 這個我們也會檢視其他 進行中的協議 要盡可能的去和 至少政院版所提出的進行 最後一點 因為我們幼兒園也接受各種 各的政策 那我手邊其實是 一個大陸的什麼東西 他說他在大陸呢 到處到國安 這個大陸委員會呢 其實也可以接受這種 相信 協助他們轉變相關的 因為他是希望的 來辦的東西 好 那你是真實的 廢話 那你是真實的 劉函 是 像廢話 這種案件 其實我們 其實有提到的 我想 每個個案 區 都不一樣好 或許會後 我們跟會員了解一下 看看 怎麼協助 對 我想 這個 我們 會後再給委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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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園舟提案 姚文寨審議 斷行他 組議 休議 主席案 第一案 建議 台峽兩案 吳茂議 協議 協議 專案 小組 標誘 業內容範圍 行政 政府單位與其所屬 機關於吳茂協議 簽訂前後 我召集各行事內部相關 會議的主持人 與初列行人員 含單位 指稱 以及會議的時間地點 以學議及記錄 第二案 建議 海峽兩案 服務貿易局 調約 障礙條組 應做要請 調約內容 調約對象 行政 行政院 委員林俊毅 秋毅 轉機康 陳其邁等 四人 因此 議案 三案 議案 要求經濟部 應依承諾表 鎖列順序 會整對照表 第二案 要求各受調約機關 應重新核定 提供資料 詞規例等 第三案 及時本橋組 舉議 聯航 調約期間 至103年 9月30日 委員林俊毅 陳其邁 轉機康 5010 以下 現期內政等 八委員會聯席會 召開會議 決議 設立海峽兩案 貿易協議 調約 專案小組 比例 全體委員 善進國會 監督 職責 府議 並不 parroting & 安排無 por 递人 貿易協議 Sofia 陳其邁 居民 找到了 請問不會突然 也好啊 這是一個第四案 就是我在今天一開始諮詢的時候 不能阻止一個教授 其實這個我們第二條在查閱的過程 如果列為密件 其實我們不光在這個 要受到拘束 我們在看的過程 也不能操錄也不能照相 甚至不能朗讀 那如果行政機關動輒 把送過來的文件 上面就帶一個密子 其實對我們來說 不但要查閱 要記錄非常的不方便 那麼立法院 對這委員會成立這個調閱小組的一個 重要的目的 也在於去查查看 政府在這個處理不貿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有一些該揭露的資訊沒有揭露 那譬如說 剛才這個王貴在答覆我們邱委員的時候 他講說我有一些就是內參 不是你一份 同一份民調 有三種當作內參 有其他的把它揭露 你說我整份民調我沒有要公布 我是內參 但我沒有話講 結果呢 你把一份民調插了兩部分 一部分公布插了 我放在我自己的抽屜裡面 我心情好的時候拿出來看一看 然後看一看 越看其他就好了 是這樣嗎 這叫內參嗎 所以誒 像這樣的民調他列為密件 那我們就 應該是要讓他們公布社會 政府花了我們立法院通過的預算 花了三十幾萬做一份民調 結果把自己覺得自己應該可以公布的公布 自己不想公布的 然後就把它收起來 那我們以後這個審查預算 是不是也要做一些條件的要求 那你進進步去委託人家做了 這個調查花了一百多萬做了研究 你研究完之後 你要根據這個研究的結果去談判啊 那我們不利的你要想辦法防止啊 那你談判出來之後 大家質疑你會想說 沒有沒有我有做研究 我在 我在去談判之前 我就已經做了研究 那你怎麼已經報到應該要揭露嘛 你說我列為密件 是因為我這裡面牽涉到我的談判策略 所以哪一些 對我們這個行業是有利的 對對方是不利的 那我談判之前我不能讓大家知道 那你談判完之後呢 當社會有質疑的 你不應該揭露嗎 讓大家知道說 你這個政府去談判之前做過 其實非常周密的研究 我委託了兩個不同的單位 做了三份的報告出來 應該讓大家看到 所以我把這個機密的等級 要做更審慎的處理 其實就是落實國會監督的功能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謝謝 好 好 主席各位同仁 我現在要講的是DBO案 DBO案是跟我們張靜忠召委的指示 他該在質詢的過程提到說 我們應該成立一個全面的調查委員會 好 那我們就依照這樣的指示 我們希望說 現在碰到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職權宣事法裡面有規定 調閱小組的話 只能什麼 只能該委 該小組的成員 也就是只有我們內政委員會的成員可以去看 那其他委員會 包括油美女委員 包括陳怡傑委員 他們在其他委員會 但是就沒有辦法調閱 可是胡茂這個大家非常清楚 這個涉及廣泛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求 我們在這裡要求 由八個委員會聯席 那成立小組 那我們也希望張靜忠委員 還有其他國民黨委員 可以共同連署 共同支持這個案 讓胡茂小組的調閱 看得越清楚越好 查得越清楚越好 才不會重蹈覆測 這個是我們要求 我們印章靜忠委員的指示 那我們提出來這個 他沒有寫出來 我們直接寫出來 希望大家可以同來 那我們謝謝 如果統統看 他是不是這樣 你拿的啊 我拿一下而已啊 那今天主導 不是標誼黨 是共同嗎 你可以趕快來算 我們說寫啥給他好不好 好嗎 來 國長我有一件 我有一件 我有一件 有些結局 可以討論我 我一想一想 來 我就坐在 上門的那裡 你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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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 你姓 Department 我姓 我姓 你姓 你姓 我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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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姓 有什麼意見 出外來襲的部分 你有讓大家知道一下 主席各位 今天這幾個提案從行政部門的角度都暫停 立法跟行政兩權 應該要相互尊重 大家是平等 其實在根據立法院的調閱權 4.5.85號其實有非常清楚的說明 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的對象或思想 並非毫無限制 如果是行政首長以及行政權部有這權能 對於有可能影響或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作的資訊 有決定不予公開的權利 這個立法院行使調查權如涉及此類事項 應遺予適當的尊重 所以我想我們兩院之間的互動 其實大家都應該在一個彼此尊重的立場上 我們盡可能的提供 盡可能的提供 但是這個牽涉到的是 如果真的有市自585號所列的相關情況的話 也希望立法院這邊也能尊重 行政權的固有權限 謝謝 這個王朱瑋這個說法完全沒法接受 立法跟行政彼此互相接觸制才是很清楚的 所以國會也是今天進到國會議員的責任來監督行政部門 所以這些提案其實都非常清楚 就是我們要執行我們的監督權力來做的 這個也沒有涉及任何欠佔行政權的部分 根本沒有 那調略的小組 依照立法院去刑法組織而成 那調略的內容 現在唯一的不是說你們列機密都不可以 而是說機密跟非機密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範圍太寬了 這個會影響 就像剛才動委員所說的 那這個大家可以討論嘛 怎麼會是立法權集辦行政權呢 所以這個部分我認為是完全行政權不尊重立法權才會有今天的結果 這是行政權完全不尊重立法權 完全實際實假 黑箱作業才會導致今天的狀況 那這個我們要避免這樣的情形繼續下去 所以這些提案其實都非常合理 我們也盡情 各位能夠支持 謝謝 這個第三個提案 如果說是檢測了雙方的要價內容 這一部分在進行的話 因為如果先生好 當時雙方在談判之前 一些談判策略 一些談判決策很過程 所以雙方的工房間的一些 這一部分好 如果工作的話 那就是要看你們這個啊 人家在黑箱就是要講 到底人家要的什麼東西 我有去看啊 你們的資料我去看啊 那你們應該把他列一個錶啊 對不對 你們要列一個錶才好看啊 不然你掛美容沒法後 你等一下掛那邊掛那邊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們現在都把所有的工資全部都搬來 對 那我當時就說那你做個錶 那哪些拍子 哪些他要什麼 後來我看到 那這樣答應你無聊 我10分鐘就可以看 我們是有提供 但是你剛講是說雙方的要價內容 這個都已經結束了 為什麼不能公開 我以前 對不對 這又不是你們還在談 結束啊 這個為什麼不能公開 以後還會再重啟談判 不管有沒有重啟談判 這代表我們國家的一個談判的策略 所以他才是實足於工作 如果說我們這一次的已經完成了這個策略 人家知道之後 以後跟你後續的談判 人家就知道說你的策略是什麼 可以從你這個案 個案裡面找出你未來的邏輯 跟你的軌跡 跟你的談判模式 對這個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我是可以接受 柯市長的講法 我們就社論事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說跟你談判 這一次以後就不談判了嗎 不是嘛 不會啦 以後真的倫敘換了 沒有啊 那就是我們現在 還是我們國際 還是我們國際 都不用公開 還是我們國際 都不用公開 政府所有人都不公開 今天普貿不公開 後貿也不公開 以後所有人都不公開 他有他可以公開的東西 事後當然要公開啊 但是他今天這個標準我覺得可以 那假如有秘密的話 可以給國人公平嘛 可以給媒體公平嘛 我們就召開秘密 所有的談判策略 我這個個案 都已經結束了 還不公開 誰說結束就可以公開的 蛤 談判都已經結束了 那為什麼國際 因為對很多已經完成的東西 還是封存 這些都是他們要什麼 我們 這個是看法 這個是看法 有些可以公開 就是犧牲國際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嘛 他不以談判結果 是否結束為要點 連大陸要什麼都不敢講 否則就不需要國家經濟保護法的東西 我相信他 就完全都可以公開 你把他列國家經濟保護法的東西 沒有列國家經濟保護法 立法院國會在監督 有關整個談判的 這尊重彼此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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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再談一下 大法官四字五報 我講得非常清楚 除非影響或干預行政部門 有效運作資訊 這個才是限制的範圍 那你協議都簽完了 簽完了我們要看一下也不行 那能不能有沒有影響行政部門呢 還是由行政部門決定 那國會怎麼監督呢 所以非常清楚的 這個本來就是國會監督的職權 國會要看 就應該要給國會看 何況你們東西都已經簽完了 協議已經簽完了 大家這麼對福茂這麼有意見 就是你們的黑箱作業 到現在為止 已經簽完了 那國會要求你們拿來看一下 這個還在黑箱 這個還在黑箱 就莫名其妙 那以後就乾脆規定 所有東西都不能看 完全由行政單位決定就好了 所以能不能會不會影響 也不是由行政單位說了算 也不是一兩位委員說了算 這個本來就該接受國會監督的 就應該接受國會監督 五到五號也顯得這麼清楚啊 這個也不影響你們實質的運作啊 因為你們協議都簽署完畢啊 那如果這個例子 照現在這樣下去 以後所有的東西都是黑箱嘛 什麼人家知道我們的談判路數 這個談判路數 民進黨來談一定跟你談法不一樣 所以這個非常清楚的嘛 這個本來就是國會監督的權利 立法委員不要自己作戒自己 把自己的權利放棄掉了 一天到晚在這裡護航 這是我們要拜託所有的委員 要支持這些案子的原因嘛 不要把立法委員的自己的權責放棄掉 然後一天到晚只在護航 繼續護航這種黑箱作業 這才是真正現在問題所在 誒這些啊 所謂的黑箱我會點的莫名其妙 以前我們不能調閱那麼多資料 但是一個國家會更多 沒有啦 不能說你經常說黑箱就黑箱嘛 你懂嗎 你這樣下去 任何一個談判 我最簡單 一個公司談判 我勝利做成了 難道要給每一個員工都要曉得嗎 那國家這個機密談判裡面 總是使得有一個保留的地方在 你可以去看那個過程嘛 你說這把大航空間給你看到事情的原因就是這樣嘛 沒有人那麼傻到任何國家 把我的談判的過程裡面 出爐爐的表現出來 你歇蓋有哪一個國家都是這樣的 沒有嘛 行政機關總是要保留 它應該保留的一個機密存在 沒有全歇蓋 每一個國家沒有所有談判的人 反而又全部我裡面的內容彈出來 這裡面當然有牽涉到國家的利益嘛 我相信那行政辦的也沒說到那個程度上 說什麼都這樣吃囉囉 那現在是談判根本都談不成啊 人家都想著你的體系啊 沒有合理台 包括我們在談什麼事情都有隱私的存在啦 國家的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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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都有 都有了之後你先再去查他嘛 他來送過來有沒有合理 說這個屬於機密的 沒有人這樣啦 人家都抗議台中說 出爐爐公開的 第一個第一個 經濟部有沒有合理 愛護台灣愛護 有沒有 沒有啊 有沒有合定機密的 沒有按照國家金法去合定啊 沒有啊 這頂多是密等啊 密等的話 我們就 就在我們 按照調閱辦法裡面 一百元時間 一百元回去去調閱 調閱 調閱 假如是必要的時候 我們就看秘密會議 不能說這件事情 國衛從事先不知道 他中間談到不知道 事後也不解密 啊這不是黑箱什麼黑箱 有啊 事後解密的時候 有一些要解 幾年以後才解密 有分做等級的嗎 不是啦 我們現在的東西 文件裡面 到底是那個 不該把它列為機密的 你把它列為機密 哇 這頂多要檢討 啊沒有一本人講說 完全是黑的 出爐爐公開起來 給你去做你也不敢啦 不要講得那麼大聲 你去做給你當事物館 給你當 這些的談判人 立法院要求要調閱就是要 要調閱 你要調什麼 他就送來給你什麼嘛 民主黨進就是不夠 總理人說還要退 要退嗎 還要退嗎 還要先退 大家退他就要退 還有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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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個案最重要 好不好 多了 你總到會員 你不得安 建中就有誰 不用安邊出學 各位同學的印見怎麼樣 既然這樣輸不下去 請主席 才是嘛 因為連西亞委員 周年委員 都不重視 周年委員 出國啦 那這裡都不重視嘛 出國比較重要 還是這個比較重要 好 那我 國醫生委員講說我才是 我才是 全部都通過,我們說,槍死不下就主題,才是要處理,你剛剛說,你說才是,那我就想說 我那麼偉大,你怎麼說聽我的話啦,我也不是你爸爸,你阿公啦 我剛剛小學生耶 那個,幾個案,那個各位,我們之間,大家一見一個寶貝,那我們一個一個案來做做,好不好 好,第一個案,終於安委的一個提案,簽個子,簽個子 你先通過,你先通過 委員終於安等六人提案 建議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調閱專案小組調閱文件內容範圍,新增政府單位與其所屬機關與服務貿易,簽訂前後所召集,各種系列的相關會議的組織 主列人員,吳列寶貝,簽訂前後所召集,主列人員,吳列寶貝,簽訂的時間定員,以決議與記錄成請問 好,我們青年人數 看一下 各位,有一位報道,幾個案要改變,我們青年數就整次了,大家不要離開,也不要進來,好 進來的話,我們再訪去看 好 好,我們再講機會 好,三位,反對的請舉手 好,三位 好,反對的請舉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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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旅靜聚議議等議案,要求經濟部經濟承諾表,直接順序會整座表,缺貝肇會,再發表誰? 好 委員修易營等疾案 要求各受料院機關並合併 提供資料機密等 決定完畢 好 這個 委員陳其邁等疾案 提行本小組決議延長釣業期間至103年10月30日 決定完畢 好 這位 委員陳其邁等疾案 提請 委員陳其邁等疾案 提請 委員陳其邁等疾案的請舉手 委員陳其邁等疾案 真的隨便便 請舉手 委員陳其邁等疾案 立即邁等疾案 爆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